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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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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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胆刺激 朕杀了你 朕杀了你 皇兄且慢 陛下约我 公主 农狱 你怎么了 御医 快叫御医 陛下 臣就是医官 公主被人下了情花毒 微臣是为了给公主解毒 实属卑鄙无奈啊 莲儿 调查出是谁下的毒了吗 回陛下 我们确实抓到了几个人 但都已经服毒自尽了 给这继续查 是 至于他 皇兄 这小医官也是为了救我 你就放过他吧 农狱 你和亲在即 若上周国知道你失了清白 岂不是要借体发挥 不信任 今日这医官闭嘴 慌慌张张超何体统 陛下 丞相大人传信说 他真认不出来周国所带来的起物 丞相这个老东西 真以为朕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吗 他巴不得朕早点毁了祖宗的记忆 他好谋朝篡位 陛下 丞相之事可暂且缓缓 周国此番出题应是试探 若我沁国达不上来 恐怕之后的国运大比 他们只会并本加力 到时候就不止三座城池这么简单呢 你说的这些 朕岂未不止 周国势大 对我庆国不是难难 我庆国内有外卫 长此以往 庆国威仪 所以朕才需要去和亲 替庆国 争取一些时日 至于这个 公主失身之事 万万不可泄露出去 拖下去砍了吧 等等陛下 我能解决周国之问 大言不惭 你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还在这大讽厥词 拖下去 砍了 要是我不能解决周国使臣的问题 陛下可诛我九卒 皇兄 既然我们都没有办法了 要不 上再试试 好 你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朕便将你千刀万剐 陛下 免了 情况怎么样 陛下 周国所得之物 臣未曾见过 老臣给陛下丢脸了 还请陛下责罚 算了 辛苦丞相 朕亲自去看看 见过庆国陛下 不必多礼 听闻公主有一奇物 朕也想见识一番 请陛下一步 陛下 若今日清国有人 可识得这些宝物 便算是赢了 不光欠款可免 这些审物 我周国还会双手奉上 但若打不上来 那北京三城 我们周国便不客气了 卧槽 这不是我手术箱里的东西吗 站住 此等国家大事 一个小小的医官上来凑什么热闹 我当然是给陛下解决问题的了 胡闹 一个没入品节的医官 不好好待在太医院里询息 你能解决什么 丞相所言其事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你的 笑话 你不会说这些东西 都是你治病救人用的吧 你还说对了 就是我治病救人的东西 你们清国的官员 如此可笑吗 难道你的意思是 我们周国 偷了你的东西 公主捡刀了而已 既然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那你可认识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 当然认识 真的 胡说八道 此物怪异难看 似针非针似管非管 老朽从一数十载 从未见过如此怪弹之物 你却说他能治病救人 陛下面前也敢胡言乱语 你不怕犯欺君之罪被砍头吗 那你可知 此物叫何 有何作用 此物名为针管注射器 用于抽血 输液之用 笑话 老朽刚刚才说此物 非针非管 你就管他叫针管注射器 只让着你一点小聪明 以为在座的诸位 都是傻子不成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 乱棍打死 等等 让他说完 公主手上的这个 叫手术刀 在手术时开膛破肚之用 此物 此物名为酒精棉 用于消毒之用 此物名为血型试止 用于测试血型之用 此物名为止血钳 割开血管之后 用于止血所用 最后一个名叫波罗奔 消炎止痛 必备良药 胡说八道 我庆国姓林 盛情数百载 还从未听说过 有此等东西 你是把在座的诸位 当傻子了不成 你眼里还有没有陛下 还有没有我这个御医 我的眼里当然有陛下 但是对于你 一个十位素餐 阿谀奔陈之辈 从来不曾经入我的眼里 公主 不知小子刚才的回答 可还满意 当时有理有据 不过你还要证明 这些东西 确实有你所说的作用 那样我们便输了 这怎么证明 难道要我现场找个人 给他开炉不沉 既然如此 此局便算是凭手如何 这样既不商量国和气 也算是为明天的大笔 添了些许生气吧 也罢 不过 公主 公主 公主如何了 此乃缩脚长痛绝症 公主 周彻劳顿身体脱疏 又患上了长痛之症 恐怕活不过今日了 那怎么办 难道就看着 周国公主死在这里吗 周国公主 若是死在我国境内 恐怕周国 马上就会攻打过来 我亲国 必将生灵涂炭 朕的御医呢 都是吃干饭的吗 陛下 这长痛自古就是绝症不可抵制 至今我们只能眼看着公主活活动死 如若随意医治 一旦出了问题 恐怕大获领头啊 一个小手术而已 至于说得这么吓人吗 你懂什么 长痛本就是无解之症 周国自然有明白之人 没本事就是没本事 自己救不了 不代表别人救不了 放肆 一个小小医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 快给我滚出去 且慢 此人本事不俗 当时公主中毒就是被她医好的 不如让她试试 那分明是藩邦邪术犹辱斯文 人命关天哪来那么多讲究 陛下 承越一事 胡闹 这关系到两国和谈 这有什么差错 你负担得起吗 若我失败了 愿疑死谢罪 你这一条区区见命 够了 陈锋 你打算如何医治 回陛下 公主得的病叫急线兰尾炎 只需开刀入腹 割掉腐烂的部分组 什么 这开刀破肚 这分明是杀人吗 陛下 此人心怀不轨 恐怕是外邦的卧底 应该立马将其打入死牢 陈锋 你可有把握 时辰把握 若有差事 愿移民敌民 胡闹 开刀破肚 血液悲剑 人岂不会流干血液而死 刀割其肉负账受损 人又如何存活 赵御医 记住自己没本事 就别大喊大叫 你 同学 陈锋 老子谁呀 设下难办了 陛下 周国公主治病需要出血 但臣的血液与公主不合 需要找到必寻血之人 如何寻找 只需让臣测试下即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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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陛下 赵玉的血型与公主完全符合 请允许臣抽取少血 你胡说八道 老臣怎会与藩邦之人血液相当 你分明就是污蔑 难道你不想救活公主殿下吗 嗯 我会把麻醉药注入病人的体内 这样病人就不会感觉到疼痛 这就是失传已久的 换血之书 少见国怪 怎么样了 心不如 可能 这国公主已经没有动静了 这分明是让你给治死了呀 男人哪 把他砍了 把他的头送去周国谢罪 这药涨还没过呢 招什么急啊 公主醒了 陛下 周国公主醒了 陛下 臣的表现还好吗 死罪可免 但你要是再去找弄狱的丫头 阵压了你 好歹也算是帮了你 就这么对我 凭你对弄狱公主做的那些事情 够你死一万次了 还敢得寸进尺 陛下 我要是说能赢得接下来和周国的比试呢 你什么意思 先生求留步 先生救了本宫 无以为报 这是明日国师大笔的题目 希望对你有帮助 虚空引雷 这神仙手段 其实人力所能实现的 凡人可能不行 但是臣可以 胡闹 朕知道你治病救人有些手段 虚空引雷是神仙手段 其实凡人所能起奇的 别以为你救过这一次 朕就不会杀你 陛下 你怎么了 陛下你噎住了 陛下 你没事吧 没事 陛下 你这胸肌挺发达呀 陛下 你是女的 你还不放开 陛下 我真不是故意的 陛下 狗奴才 这杀了你 陛下 你不能杀我 给这一个不删的理由 呃 我刚才救了你 不够 我要是死了 明天的比赛 谁来赢啊 明日你若是输了 这要你狗命 陛下放心 肯定不会输 还请陛下让冬雪大人 为我准备一番 今日之事 你若敢透露半路 就算赢了陛下 你也得死 陛下放心 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 谁 你怎么搞的 陆浴公主怎么还活着 我 我不知道啊 估计是 要失效了 算了 你好好折服 如今宫里只剩你一人了 以后有人会联系你的 暗女阁 我操 我竟然还是杀手组织 在皇宫的卧底 不行 这件事得好好处理 被发现就完了 这 这下糟了 这要是怎么办 别说没说了 陛下 若倩国 无人可以做到 乌风唤雨 那这笔事 可就算庆国输了 三座城池 我们大周 就孝纳了 众爱卿 可有能做到的 这 这怎么办 如此 这笔事 算我大周赢了吧 这虚空引雷之法 不知大周能否做到 若是可以 我庆国 自然认输 此法既是我国提出 自然可办的 若想见识的话 那还得付出等量的代价 是何代价 这赌注需在家 三座城池 是吗 是吗 三座城池 雷露霆 雷霆下伞 居然是传说中的 陆毕真仙无望子 传闻他三十年前 就已经贯通古今道藏 银河虚空 达到平地飞升的境界了 如此体魄 完全不似百岁高陵 真乃神仙一般的人物 他居然愿意帮助周国 我们大清完了呀 道长 黑衣引雷将士 平道与深山修炼之际 和天地赶放 机缘巧合得此先祝 正要为陛下 赐识 开请陛下一步 好 原来如此 想来是早就算到 今日必有大雨 真是乌风唤雨 新冷 我还有什么把心 原来是风筝 大胆 黄口小儿 天高地厚 竟敢独神 独神我自然不敢 但是打假我才好 陈云医说我们是假的 不知可有依据啊 算了 先看他表演吧 人灵 人地灵灵 走了走了 真的是虚空眼泪 不愧是传说中的目的 神仙武王子 这种仙家手段 闻所未闻啊 如此神仙手段 武王子大师再过不久 怕是要举霞飞升了 陛下 不知我国这引雷之法 如何呀 不就是利用天使和风筝啊 亏我还以为这个世界真有先法 看来庆国有更好的办法 不知可否展示一二 丞相大人 会有妙计 陈无能 这虚空眼泪之法 实在是神仙手段 老陈做不到 陈能 既然如此 北京六成 我们大周 就确知不公了 慢着 丞相做不到 不代表我沁国无人能做到 丞相做不到 不代表我沁国无人能做到 放肆 朝堂之上 是你这个小小衣冠 能够胡言乱语的 非也非也 朕所谓天下新王匹夫有责 我这不 也是想为沁国做贡献吧 莫非陈运也有办法 当然 小小雷帝又有何难 我们刚刚用的眼泪之术 你们不可再用 雨都停了 要那玩意有啥用 一会儿 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真正的神仙手段 装神弄鬼 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啊 丞相大人 你可别被吓尿了 这可是号称 人工闪电制造器的 特斯拉线圈 小雷好不容易做出来的 这次就让你 见识见识物理的魅力 云启 这 从这下屋 凌兵斗 揭裂阵前行 雷兰 这 他真的不可能 神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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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妖人 你全家都是妖人 这叫科学 你知不知道 陛下 此人动妖法 必是国之妖孽 万不可留在朝堂之上 妖法 只许你们周国的人引雷 就不允许我虚空生雷 丞相大人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清国营啊 陛下 老臣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请陛下明见 公主殿下 审求问你 服不服 宪国真是人才积极 本公主心服口服 我们输了 走 陈御医 陛下一会儿就来 你就在此等候 多谢东雪大人 皇帝请宫就是好呀 这些 都是黄金和古董吧 没想到陛下还是个美人胚子 和公主比起来有过之恶不及 哎呦 什么人 又是你这个色胆包天的狗奴才 陛下陛下 饶命啊 你给朕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陛下 我刚帮你解决罗伊基 你要是现在杀罗 会让大臣们寒心的 不够 陛下 陛下 你这么长期伪装下去也不是办法 长期束缚胸口 会导致经脉不畅 血液不痛 臣会退拿 输尖火血 可以帮陛下调理身体 你胡说八道 陛下 我真没胡说 如果我没猜错 你每到深夜 就会呼吸不畅 心口疼痛 天元 永全能学位 疼痛难忍吧 要是再有下次 这杀了你 是是是 多谢陛下 你想死吗 陛下 这不能怪我 是你长得太好看了 我一个正常人 当然会下意识想看 你还敢做 陛下 陛下 小小气 要不是看在你为庆国解决了危机的份上 此刻你已经死一万次了 陛下仁慈啊 少有嘴花生 这银票是给你的赏赐 拿着这个令牌 方便你以后入宫给征治疗 哎 遵命 退下吧 有刺客 你好大的胆子 没想到清国皇帝 竟然是个美人 今天可真是便宜我了 究竟是谁 竟然敢刺杀朕 哈哈哈哈 我们阿颖阁 本身就是杀猪组织 只要给的架俗够多 谁都敢杀 本来我还不想接这个任务的 但没想到 皇帝竟然还是个美女 这个任务可真是赚大了 这可是诸秋足的大罪 陛下 你还是先过后你自己吧 嘿嘿嘿 我楼下 我标上兔有剧毒 你 你怎么可能 你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阻绝光环吗 你 背叛 陛下 他都死了 别浪费这个力气了 哎 陛下 你这是干什么 我刚救了你啊 别以为真不知道 你手上的令牌 是暗影阁的下手令牌 我操 我怎么把这个事忘了 哎 陛下 陛下误会 这个令牌 它不是我的 你还敢狡辩 证据确责 这杀了你 哎 陛下 你误会啊 这令牌真是我捡的 陛下 真不是我 哎 陛下 你怎么了 是陛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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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感觉浑身都有虫子在拔 帮帮针吧 帮你 帮你 帮你救活了你还要杀我 我才不帮 算了 再怎么说我一试一试 再说得这么漂亮 要是见死就受不过去啊 陛下 我这可是为了帮你啊 陛下 你没事吧 我好像听到有打斗声 陛下 你能听到吗 真没事 你在外面守着 这有事会叫你 哎 陛下 老实交代 暗影阁的令牌到底怎么回事 陛下 误会啊 那个令牌 真的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看在你救了朕的份上 朕姑且相信你一次 记住了 你的命是朕的 是是是 我一定不会辜负陛下对我的信任 陛下 我这次帮了这么大的忙 是不是该好好赏赐我啊 放心 好处少不了你 东玄 陛下 属下就叫来迟 请陛下责罚 起来吧 把这里处理干净 宣李贵妃过来试起 陛下 您这是 哦 陛下 你和李贵妃 真的可以吗 朕当然不行 这不还有你吗 朕今天 就把李贵妃赏给你 陛下 就饶了我吧 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你这胆大包天的奴才 也有怕的事 今天你要是不把李贵妃伺候 朕就淹了你 没用的东西 留着也是浪费 陛下 可可可 要是他认出我怎么办 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是露馅了 就等着被震猪九族吧 这个姿色 在我们那个年代高低都是个明星 可惜了陛下 竟然无福消瘦啊 陛下总算是想起臣妾了 这日理万机 难免会冷多了你 你不要放在心上 陛下 为何让臣妾 把双眼蒙住啊 白肥 难道不觉得这样 更刺激吗 陛下真坏 我好喜欢 大人 认我失败了 什么 根据我们现任的消息 陛下之前召见了陈锋 此事或许和陈锋有关 混账东西 三番两次跟我作对 还有那个什么狗屁暗影阁 说什么天下第一杀手组织 都是废物 毕竟是公里 难免会出现意外 给我加钱 让他们内影直接出手 暗影阁的人说 那人是他们的终极王牌 不到万不得已 不能启用 废物 这台医院的赵玉衣 都让她好看 没想到李贵妃 竟然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难怪人家满里幽月 嫁过来这么久都得不到零星 能没怨气吗 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兴啊 陛下 这么漂亮的美人 能不高兴吗 陛下 我这也是奉旨行事 李贵妃虽然漂亮 但跟陛下比起来 还是有差距的 有此无关事 这件事要是让别人知道 你知道后果吗 是是是 滚吧 陛下 您真就这么放心 让她知道我们这么多事情 她是个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做 嗯 昨晚让你调查的刺客 有结果了吗 没有 但我猜测应该是丞相 嗯 这也是我为什么 让李贵妃 侍寝的缘故 希望能稳住李正吧 哼 李贵妃似乎还挺满意的 就是暂时几天 都下不了床 便宜那个狗狗才能 嗯 嗯 啊 哎 毒害公主 刺杀女帝 无云无故 还成了杀手同党 谁家穿越这么四家 不过 李贵妃的身材 是真的好啊 嗯 给我把这个不知死活的废物 给我拿下 哎 呀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倾薄公主以下犯上 藐视上司 大逆不道 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 死了鬼 不说八道 明明是你自己不能 我明白了 我让你在公主明天丢了脸 现在过来 公报私仇来了 就凭你借着治病之际 挺好公主这一条罪 坏就能让你死不丧生之地 公主都没说话 你烦到生气了 赵羽衣 做事能不能讲点规矩 规矩 在这儿太医院 我就是规矩 来人 我绑起来 圣指道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东学大人见笑了 我们正在教训这个不知尊卑的废盘 陈羽衣是我庆国的功臣 你们竟然如此对待他 是不是活腻了 陈锋皆指 凤天承运 皇帝诏曰 陈锋医术出众 才能出色 深得振兮 即日起 身为御前首席御医 统领太医院 清辞 陈截指 谢陛下龙恩 我太爱你了 你来得太及时了 陛下说了 让你好好管理太医院 要是有谁不服 陛下会亲自让他服你 冬谢陛下 嗯 刚才你们不是挺嚣张的吗 来继续 陈大人 陈大人 是我永远不是泰山 您大人有大量 您就饶了我吧 饶了你 各位 你们就给我教训这个老头 谁打得很 今天的事我就不追究了 你们敢 我可是成相的人 你们打我 那就是他成相的人 对 说成相是吧 让你成相 让你成相 王浩 陈大人 您挥着的图纸 我已经让公布那边制作出来了 大人 还有什么需要小的代劳吗 你去边上看着吧 这东西你可帮不上忙 呃 沉了 这个 应该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把任务器吧 大人 这 这是何物啊 此乃火冲 是居家旅行 杀人越货 必备之良悟 对了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要尽快 是 人山正是寂寞如雪啊 陈玉姨 听说你寂寞了 要不要本宫来陪陪你啊 公主 你怎么来了 本宫难道就不能来了 不是 我是说有什么事 非得公主您亲自来 您一个招呼 我就飞奔过去了 你这按摩手法可真是一举 可比那些太监们强多了 那是 这可是祖传的手艺 陛下都说好 夸你两句你还得意忘形了 三天后在摘心楼有个试会 你和本宫一起去 你要是敢给本宫丢脸 本宫就把你给咽了 公主 您也喜欢这种石灰 喜欢个屁 只不过 博士听说怀亲那个蝴蝶精要来 这次本宫 可是要好好打打她的脸 怀亲 就是怀亲公主 那老购我们公主作对 还说我们公主是野蛮人 只会舞刀弄枪 这次你要是敢给本宫丢脸 本宫可饶不了你 我不吹牛 就作诗这方面 谁来都是弟弟 你别把牛皮给吹破了 古人呐 你们是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力量 义无所知 农月 这次打算输给我什么呀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本宫今天 可是把庆国第一才子请过来了 你要想赢我 岂不是做梦 庆国第一才子 就是怀亲身边站着的那个人 他叫李淑华 是李丞相的儿子 颇有才华 号称庆国第一才子 行了 赶紧开始吧 这次谁要是输了 就给对方当三天婢女 好 到时候 你可别不认账 公主 公主 这个摘星楼什么来头 这摘星楼 乃是我庆国的文人圣地 我们所处这座高台 叫灯圣台 灯圣台上 所取得天灯展数最多的人 就最厉害 很难吗 真是没见过世面的草包啊 这每个灯笼都代表一个大儒 这每进一集就要复诗一首 如果大儒认可你 灯就会亮一盏 以示认可 当今世上 也只有高八斗点过十八盏天灯 我庆国最好的成绩 也才只有三盏 华草 非诚勿扰 在华夏好声音 弯的花啊 既然大家都知道规则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你们谁先来 我来 姑娘姑娘 真可爱 就像冬天大白菜 每天吃你不例外 人人见到 人人爱 好 是 东南西北寻找你 前后左右跟住你 春夏秋冬 爱恋你 风雨雷电 抱紧你 好 是 讲你想的睡不着觉 念你的心 蓬蓬乱跳 练你练的 鬼迷心窍 爱你爱的 快要死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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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直接点个三盏灯了 要知道我们庆国三十年来 最出色的诗人 也才如此而已 对呀 李公子不愧是我们庆国 文坛第一人 区区三手打油 诗你们诗我真宝 庆国文坛 真是没人可以救了 一会儿你做不出诗来 别怪本宫 饿了你舌头 公主放心 你肯定不会有这个机会的 曾经沧海 难为水 除雀乌山 无事云 好 诗诗啊 好诗啊 取四花丛揽回布 半圆修道 半圆军 好 好诗啊 相见诗难 别以难 东风无力 把花残 十年生死了茫茫 不思良 似难忘 好诗啊 好诗啊 好 山无冷 天地和 乃敢与君爵 好 派一花 好诗啊 好诗啊 两寸若是长久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只可惜 我是公主 快看 真心楼 那边怎么那么热闹 天灯 那是天灯 将穿一盏天灯 能代表一首绝世佳作 我的天哪 那么多 太夸张了 数都数不清 难道我们庆国 要出一位诗仙吗 那么多灯啊 是啊 李少 你要不再来几首 和我一个人喝酒 有点寂寞 太厉害了 随便一首 都是那流传千古的名品 我真是才高八道 文曲心下盘啊 我庆国 有此大财 谁还敢笑我庆国 文脉 你快赶紧写呀 公主 我没有这个本事啊 怀青 看来你今天是赢不了了 切得早点到本宫府上来 我给你寻个好差事啊 你怎么回事 不是说你很厉害的吗 你个小小御医都赢不了 害本宫掉这么大的脸 我也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 不过公主 你别担心 弄于公主 马上就要去和亲了 这以后 自有她的苦日子 我不滚 你给我好好收拾她 还有那个臭御医 否则 别想让我嫁给你 好 这就安排人去处理 嗯 今天可真是大坏人心 你可真够张脸了 公主 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 你要怎么赏我 你 你想要什么脚力啊 嘿嘿 我当然是 想要公主你啊 有时候 我真希望自己不是亲国公主 这样就可以和你一直在一起了 我们现在不就在一起吗 没用的 过不了多久 我就要去周国和周王核心 估计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了 如果我说我能让你不去回去吗 这件事情 连皇兄都总有为难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 能做得了什么 相信我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去和亲 公主的马车也敢来 你个狗奴才 你竟然不分尊卑 和公主在同一辆马车里 你这实在毁了公主的名声 公主生病了 我作为御医 当然是给她治病了 这话 你还是留着和陛下去解释吧 来人 给我拿下 放肆 你到底有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 公主 你和亲在即 如果此事传出去的话 我们庆国如何向周国交代 此人必须拿下 陈锋 你个混账东西 我要杀了你 李兄 你还有什么依言吗 我爹可是当朝丞相 你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到这个时候 你还敢威胁我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且慢 他毕竟是丞相儿子 不可乱来 既然公主都说话了 那我也懒得再动手 记住 以后别再惹我 滚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没事吧 没事 幸好这几天 我弄出了这简易版的火虫 不然今天麻烦大了 老爷 娘娘那边传来消息 说陛下赏了他不少宝物 那就好 看来陛下 像传闻那般不进女色 太医院那边 赵御医在了 没能够收拾掉陈锋 废物 点小事都办不好 算了 陈锋不过就是一个御医而已 扳不起大王 我们还是得把重点 帮周国使臣那边 是 老爷不好了 少爷受伤了 怎么回事 少爷被陈锋的暗器所伤 经过救治 虽然保住了性命 但是 但是什么 大夫说少爷已经废了 不怕以后都不能忍到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东雪 你说这些诗 都是她一个人在现场做的 对 当时有很多人亲眼所见 都是陈锋仪写的 她想了这么多情诗 究竟是爱护多少人 果然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或许 陈锋仪真是失仙 也说不定呢 什么失仙 一个好色之徒罢了 朕迟早淹了她 陛下 出大事了 慌慌张张 成何地统 陈御医打伤了 丞相的儿子 丞相过来 告玉状来了 陛下 务必要给老臣做主啊 我离家绝后了 丞相莫慌 具体发生了什么 小儿看见陈御医和公主 在一辆马车里 为了秦国的国民钱去阻拦 结果被陈锋那个小畜生 被废了 恳请陛下 务必要厌惩此人 丞相放心 朕会秉宫处理此事 去把陈御医叫来 陛下 陈有事起奏 不找东西 杀我儿子 我要杀了你 这个傻子 突然自己送上门了 这不是傻吗 陈御医 你有何话要说 回陛下 昨夜有人行刺公主 陈拼死保护 伤敌一人 请陛下审刺 混账 竟然敢在陛下面前 胡说八道 陈相大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伤了我儿子 竟然还敢到陛下这里来讨赏 原来 那歹徒是你儿子 朕所谓子不叫父之过 陈相 你还不快跪下认错 你放屁 安静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回陛下 昨夜有歹人 哦不 陈相的儿子 带人为公公主作家 我吓止不住 只能出手退敌 陈相大人 你的儿子 料不是由我出手阻拦 估计已经伤到公主了 这个罪责 你里家担得起吗 陈相 他说的是否属实 陛下 冤枉王啊 他 他无说八道 你和公主有惨 被我儿子看见了 伤人害命 陛下 你一定要为老臣做主啊 够了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公主的清白 其实他人能侮辱的 老臣糊涂 但是他为了我儿子 这是千真万确 可请陛下明察 陈相大人 我只是正当防卫 你那儿子带着一群人 行刺公主 若是没有我出手制止 你陈相府如今 已经继选不留了 你应该感谢我 奸阳闭嘴 你 要是其他侍卫在侧 你儿子早就没命了 按照内国律法 我都是有功诺过 法 跟我说法 我就是亲自我的法 放肆 陈相你好大的胆子 你眼里究竟 还有没有这个皇帝 陛下饶命 实在是 这狗奴在侨舍入皇 诬陷我儿子 陛下 你千万不要听他说的 有没有诬陷 你自己清楚 你刚刚说的话 已经是死罪了 我差点以为 整个沁国已经心里达 有不忘了 陛下 好了 盼在你劳苦功高 为沁国尽心尽力的份上 这次朕就不计较 让御医去给丞相儿子治病 务必要治好他 至于 他兰公主作嫁这件事 当他病好了 再处理吧 是 丞相 你是朕的丞相 朕知道你的为人 否则 你用十颗脑袋 都不够砍的 多谢陛下 那老臣就 先告退了 你们也退下吧 今日多亏陛下帮忙 要不然 我就给那老毕丹杀了 你就不能消停点 丞相的儿子 你也敢伤 陛下 真是他们找我麻烦 那老东西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会不会太仁慈了 你懂什么 丞相在朝中势力太大 先一发而动全身 你要是卷入这个漩涡中 朕也无法保全你 原来 陛下是在关心我呀 多谢陛下关心 你少跟我洗皮笑语 我这两天胸口又不舒服 你快给我看看 好嘞陛下 陛下放心 我一定让你舒服 父亲一定要为我报仇啊 废物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 找人麻烦 你不知道让手下去吗 老爷 少爷也是受害者 你就别骂他了 那个陈锋 他嚣张不到多久了 可现在陛下似乎可外偏袒他 我们想动他很难 刀除弄玉公主中毒 是陈锋镜的 他的清白之身 属必早已被陈锋夺去了 你把这封信交给周国使臣 皇帝偏袒他又如何 我想叫谁死 皇帝也留不住 不管是身材还是容貌 都是一等一的美人 就是可惜了 每天男白女装 见着暴天天物 陛下 感觉如何 你倒是有点本事 正感觉 舒坦多了 那是 属下这好歹是祖传的手艺 只要坚持下去 不仅能让陛下病症全消 而且还能让你的肌肤更加光滑 整个人更年轻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陛下 该翻身了 我给你揉揉浇面 你想死吗 陛下 冤枉 浅面的穴位也很重要 我是真心想帮陛下调理身体 并无其他相反 现在就挺好 最近你和公主走得太近 以后注意保持距离 否则容易落人口声 陛下 能不能 别让弄云公主去和亲 放肆 别以为你帮了这一次 这次不敢删 陛下 我这也是为了庆国着想啊 说什么为了庆国 正感 你是为了你自己吧 果然 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陛下 你误会了 和亲是没有用的 庆国多的是有血有肉的男儿 蒸蒸铁骨 怎么就沦落到让女人去换取和平 这和投降 有什么区别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 懂什么国家大事 要真要说得那么简单 还要军队干嘛 陛下 就算和亲 周国也不会放过我们 他们只不过 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 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本加厉地索取 你说的这些 真又岂亏不知 可如今我庆国兵困马乏 军队毫无战斗力 国内更是天灾连连 百姓连饭都吃不饱 不和亲 怎么办 陛下 是不是 只要我解决了军队战斗力的问题 就能放弃和亲了 求你 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 想不出战胜中国的办法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能行 陛下指管告诉我 是不是我解决了问题 就能拒绝和亲 别说拒绝和亲 要是真解决了问题 朕把龙玉刺死去 好 东雪 陛下 周国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兵强马进 刀剑封锐 铠甲厚重 所以我们才无法与之抗衡 你说的这些 天下人都知道 要是我说 有办法制裁他们 陛下还会怕吗 这是什么东西 魏力竟然这么大 即使穿上铠甲的士兵 受到这种攻击 也必死无疑 这是什么武器 陛下 此物名为手榴弹 这魏力嘛 也就一般般 这个剂量 可以让一帐内寸草不生 配合毕力强劲者 十几帐外 杀敌上人 假如我们的将士 人人都能够装备此卧 陛下觉得 周国的士兵 能挡住吗 好是好 可若他们派出起兵 我们该如何应对 这个简单 陛下请看 这是我特意为陛下 准备的98K和八卫镜 三百帐外 取敌将手机 读探党取物 追用这么厉害 属下怎么会骗陛下呢 Fuck you 那若是被敌人沁身怎么办 我们沁国人体质偏弱 在这方面很吃亏 陛下莫慌 请看 这个叫三级头 这个叫三级甲 穿上此物之后 刀枪不入 别说是近战了 就算是站着让他们打 也不会掉硬滴血 好好好 爱卿真是朕的公骨之臣呢 那这些武器就交给你去做了 有什么需要都和冬雪说 属下遵命 不过陛下 那你看你答应我的事 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 再跟朕谈条件 陛下 你这不是跟我闹着玩吗 不是说军屋戏啊 怎么 难道你不知道 顶人心 还抵着吗 狗奴才 你往哪儿看 陛下 东玄 赶紧把他眼睛戳下 别别别 陛下 该看得早就看了 又不是我把衣服扯掉的 最后反而怪我 陈大人 你这 这是怎么回事 你的脸怎么 没事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怎么样了 根据你的吩咐 我特意去赵御医的住处 查了一下 哦 这个 这个就是从赵御医的住处找到的 当初公主就是中了这种毒 看来一切都是陈先生在搞鬼 要不要我去把它弄来问个清楚 不用 这件事谁都不能告诉 是 对啊 你去帮我找点人 准备点东西 嗯 东雪 你说这陈御医怎么就这么厉害 不仅才高八斗 还能释出这样的武器 陛下 你可从来没有这么在意过一个男人 你招打是不是 其他的奴婢不知道 但我知道 陈御医是真的帮了陛下不少忙 对了 你昨天不是去跟他看排气炮了吗 情况怎么样 陛下 陈御医真是神人 他只用拳头大小的一枚弹药 竟然能把砖墙给炸塌了 这要是用在战场上 估计周国就算再强大 也根本抵挡不住 真有这么厉害 真的 奴婢亲眼所见 陛下 周国使臣求见 让他们去大殿等阵 顺带 让重大臣迎过来 使臣独自前来 所为何事 陛下 今日外臣听到消息 说贵国陈御医 和弄狱公主有染 陛下 弄狱公主可是我们周国 亲命的王妃 此事必须要有个交代吧 大胆 尔等蛮夷 竟敢污蔑我国公主 你这是在羞辱我们亲国 这人果然贼心不死 整天想帮他找我麻烦 现在居然跟周国使臣勾结在一起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不就是赢了你们了吗 有必要这么给我找麻烦吗 你不过一个小小的御医而已 有什么资格让我污蔑呢 你知道污蔑公主的后果是什么吗 陛下 我想你也应该知道 欺骗我们周国会有什么后果吧 放死 你竟然敢威胁我们 我只是在实话实说而已 周国公主也是这个意思 公主殿下身体有些异样 如今在医馆疗养 现如今整个使团由我负责 陛下 此事关系到两国的和平 要不就让公主过来雁名正身 到时候不仅可以堵住他们的嘴 还可以化解一场误会 陈相大人 你到底是庆国的陈相还是周国的狗 他在侮辱我们庆国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朝堂之上 留你说话的份儿吗 做了 现在不是解决你们私人恩怨的时候 若是朕不答应呢 陛下 不让公主也比正身 也能理解 但天下悠悠众口 为了我国掩面 若小年因继续 就请杀了侄子 你在威胁朕 谣言因他而起 此事必须要有个说法 你让朕因为一个谣言 杀了我庆国的功臣 陛下 杀一人换万万人的安宁 这难道不好吗 陛下 农狱公主 关系到周庆两国的关系 请陛下一大局为主 请陛下一大局为主 陛下你快做决断吧 否则这次联姻便也没有必要谈下去了 陛下 为了庆国百姓的安危 请尽快决断吧 陈相大人 你这么迫不及待 周国使臣该不会是你指使的吧 胡说八道 你能做还不让人说了 要是杀的人是你 你能这么待定吗 身为大庆臣子 为了陛下和庆国的安危 但凡需要 老臣万死不死 好啊 只要你现在自杀 我就答应周国使臣的条件 昏着东西 你不过就是一介一关 怎能和成效比 弄够了没有 陛下 请尽快做决定吧 陈丰是我庆国的功臣 若我庆国连功臣都守不住 岂不上天下人寒心 陛下 这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废物 为了他 打赏两国好不容易换来的和平 你觉得值吗 陛下 三思啊 请陛下 三思啊 够了 朕不仅不会杀陈与一 还要宣布一条命令 连姻就此作废 自今日起 我庆国上至皇室公子 下至百姓五郡 都不会再和你们中国联姻 我们庆国 不会再用女人去换去和平 陛下 你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难到底就不怕我们周国铁骑 我去告诉你们皇帝 真想当 朕奉陪到底 朕倒想看看 你们周国的铁骑 到底有多厉害 我这就去禀报皇上 等我们周国铁骑 兵临城下的时候 你们想和谈的机会都没有 嗯 慢着 怎么 反悔了 身心病吧 我是想问 你们周国输给我们的三宗城池 什么时候对见 城池就在那 有本事 你自己去取 陛下 虽然陈也很愤怒 但周国兵抢马壮 真不适合开阵 是 是 你说的这些 朕当然知道 但一味地忍让 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 传令下去 废战 陛下 你今天可真霸气 吓我一跳 少给我油嘴滑舌 公主能留下来 说不定你有多开心呢 陛下 你不能这么说 我也是为了庆国着想啊 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好好给上按摩 好几个色胆包天的狗奴才 连朕的便宜都敢占 陛下 这不能怪我 这是正常反应 陛下长得这么好看 我是正常男人 要是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 那正好 朕把你淹了 省得你满脑子都是这些龌龊事 全心全意为国分忧 你还敢躲 该这样滚过来 陛下 我不能出事 要是我受伤了 谁给陛下制作枪泡 谁给陛下制作炸药 这一耽搁 周国就打过来了 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用的份上 你早就死无数次了 陛下 陛下 你看 我这次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要怎么感谢我 朕不杀你已经是天大的奖赏 陛下 不能这么说 我为你制造了这么多武器 那可是可以让整个倩国实力提升的东西 朕把农玉公主都留下来了 你还不制作 陛下 农玉公主本来就不该和周国皇帝和亲 这不能说是为了我 朕倒要听听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有什么想要 就是想让陛下主动一点 你想死吗 陛下 我 陛下 我的意思是 想要一直在陛下身边伺候你啊 果然是巧舌如荒 你要是再敢对朕不敬 朕非杀了你不可 陛下 我对你忠心耿耿 你怎么舍得下手啊 再说了 我要是死了 谁给你推拿治兵啊 你还别说 经过你这推拿按摩之后 朕果然好个不少 那是 这可是祖传的手艺 好了 继续给朕按摩吧 为你这一耽误 又浪费了不少时间 陛下 陛下 你应该翻身了 对柔柔前面 嗯 请 丞相大人 那个陈锋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你们的皇帝 如此地拥护他 不过一个蝼蚁而已 我会派人处理 你们周国那边情况如何 我们陛下得知消息以后 果然大怒 已经对庆国进行制裁 粮食 牛马等牲畜 不再流通 言言已经禁售 一个月内 要是秦国 再不俯首称臣 我们周国便会直接动手 我会将此事告诉太后 一旦他出面 接下来的事就好得多了 丞相大人 事成之后 你就是第一功臣 我们周国不会亏待于你 那我就要靠兄弟多多美言几句 一定 陛下太后来了 快请 不用了 哀家已经来了 母后 您不在后宫修养 怎么有时间来这里 还好意思问我 这是周国给五下的最后通点 一个月之内 我们要是不投降 他们就要挥师南下 这证书 为什么会在母后呢 母后 就算我们答应了周国 他们也不可能和谈的 哼 这些事哀家不管了 秦国在你的手上 出了问题就是你的问题 是 母后教训的是 现在 周国已经和我们 禁止进行商业贸易 皇宫如今连眼都快没了 更别说百姓 言的重要性 你是知道的 这件事你要是处理不好 别管哀家行事 先皇留下来的权利 发出了 东旋 难不成 这真的做错了吗 陛下 陛下 什么事让你愁眉苦脸的 大老远都能感受到你的怒气 你还好意思说 陈御仪 现在周国不仅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牒 甚至还断了我们的盐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自己制盐啊 这么简单的事你们不会 你是说你会制盐 当然 太好了 要是能把这事解决了 简直是帮了我们大忙 毕竟周国的事情也是因我而起 帮陛下解决问题 我也是义不容辞 不过 我要是帮陛下解决了这个问题 陛下该如何赏赐我啊 好啊你 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威胁这儿了 陛下 这么有赏赐 我没有动力啊 要下马儿跑 就得给马儿吃草 等事情解决了 这让你统领公布 陛下 我对那些一点兴趣也没有 还遭人嫉妒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是把事情犯成了 陛下亲我一口怎么样 这杀了你这色胆包天的公布 陛下陛下 你言 我会制言 你要是制不出言 就别怪这心狠手了 陛下 终究是太年轻了 这下惹怒了周国 我们麻烦大了 是啊 不费一兵一卒 我们就要不攻自破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陛下 中国皇帝大怒 我今准备派兵南下 甚至还断了我们的言 这全是因为此人 请陛下下令 除死此人 给沁国百姓一个交代 陈相大人 虽然我们不合 但你也别整天想着 公报私仇啊 胡说 老臣全是为了沁国 我倒是想听听 为了沁国 为什么就一定要处死我 若不是你妖言惑众 不过陛下 陛下绝对不可能和周国使臣闹败 和亲也绝对不会失败 我们沁国更不会受到制裁 你让沁国陷入了灭国的危机当中 你说你该不该死 和亲救过 陈相大人 你也不是三岁小孩了 怎么还这么好骗 周国使臣说了 只要杀了你 何谈就能继续 陛下 为了沁国 请诸上此人 丞相不必再说了 和亲绝无可 就算现在他们跪下来求朕 朕也不会答应 这如何 让朕牺牲臣子的性命 去取悦他们 朕做不到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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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炎的问题吗 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能解决炎的问题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 不想着治病救人 心口雌黄 可真是罢得欺君之罪 丞相大人 你别给我扣帽子 要是我能解决炎的问题呢 那我不仅给你跪下道歉 我这丞相之位 交给你来做 但你要是治不出来呢 治不出来 我就找个柱子撞死 够了 你快说究竟怎么做 陛下 我庆国三面环海 地理位置优越 真不明白 你们为什么放这个宝山 而不加以利益 我还以为你能够想到什么好办法 竟然是用海水制盐 谁不知道用海水制出来的盐 苦涩难咽 而且对身体有害 无异于毒药 那是因为你们见识短浅 不知道科学的伟大 来人 拿海水来 弄一口锅 把海水熬干 这是干什么 叫我 那是什么 这是 你叫我 你干嘛 这是 这 这 这 陛下 这本夸大其词 故弄玄虚 此法治出来的盐 根本就没有办法吃 来人 把这个齐军犯上的混账 拖出去斩了 陈相大人 这都还没结束呢 这么着急干什么 再说了 要斩我也得陛下开口 你怎么现在总想提陛下做决定 你要造反不成 陛下 臣绝无此意 够了 继续吧 陛下 海水制盐这是第一步 我们得到的是粗眼 接下来 才是最关键的 陛下看好了 我得到的是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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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陛下 是炎 是金炎 这简直太神奇了 尝尝 尝尝大人 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话 还算不算说 你不要太过分 尝尝大人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又没逼你 现在怎么怪到我头上来了 行了 丞相也是为了沁国着想 你别再为难他了 陈锋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陛下 我这个制炎过程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提纯针流而已 就算你会制炎又怎样 也不可能短时间内 解决掉全国危机 谁说我要自己制炎 陛下 我国海水资源丰富 若是人人都能习得 这制炎方法 你的意思是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我这个方法很简单 人人都可以学会 好好好 陛下 陈虽然不知道 他究竟是用何妖法 把这个炎制出来的 但是眼下 真的不宜和周国结仇啊 周国的大军 已经压到我们北方边境 此时 唯有何谈 才能保命啊 陈相大人 我看你是贵习惯了 现在连腰都制不起来了 我会找东西 你敢骂我 够了 迅速将制炎的方法推广出去 至于周国的军队 朕早有应对之法 不必担心 陛下 臣今天的礼物可还满意 没想到你真的会制炎 倒是让臣刮目相看 陛下的心胸 也让臣震惊 哦 怎么说 自古以来 皇帝有赚钱的手段 都会牢牢赚在手里 陛下是第一个 将制炎这种 关乎名声的技术传出去 庆国有陛下 是庆国的福分 那当然 朕又不是昏厥 嘿嘿 陛下 那答应我的赏赐 什么时候兑现 告诉李贵妃 今晚 朕取她的住处 陛下你 还不赶紧收拾 要是让李贵妃发现问题 朕饶不了你 此药荣于水中 无色无味 长期服用 会导致心理衰竭而亡 女儿啊 我们李家的希望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爱妃 最近有想政吗 当然想 最近朝政太忙了 这才冷落了爱妃 今天晚上 好好补过来 陛下是异国之君 妻子自然该放在国事上 能够抽空想起臣妾 臣妾已经知足了 陛下 臣妾给您熬了联子羹 有平心静气 缓解疲劳的作用 你才是缓解朕的 解发凉药 喝那些东西干什么 陛下今日 为何戴着面具 上次你戴 这次我戴 公平公正 爱妃不觉得 这样跟刺激吗 陛下喜欢就好 时间不早了 朕该上朝了 你竟敢下毒害者 你竟敢下毒害者 陛下 臣妾冤枉 是不是臣妾让你这么做的 没想到 他现在做到这个回事 都是臣妾的错 求陛下 不要怪罪父亲 此等觉 喝下之后 一刻中内 便会发生 朕死在你的床上 对你有什么好说 不可能的 我父亲说 这是慢性毒药 你被丞相骗了 在他眼 你不过是一个 随意能抛弃的棋子 不会的 臣相这么多年来 对沁国做了不少贡献 朕不想对自己的臣相动手 看在你的面子上 朕不追究 你记得好好劝劝他 朕一直把他当国之助食 朕不想对他动手 臣妾 谢陛下隆恩 你是朕唯一 灵星过的妃子 你应该明白朕的心意 不要再让朕喊心 明白吗 陛下 该回去了 陛下 你今天怎么这声打扮 你不会一直在屋外偷听吧 胡说八道 朕就是想看看 你有没有丢了朕的脸 朕让你办完事早点回来 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辰了 陛下容命 我这不是为了给你 朕立威梦的形象吗 好在皇帝没听到刚才的谈话 我让李贵妃必死无疑 那么漂亮的美人 死了太可惜了 朕看你是舍不得的 还在找借口 陛下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陛下 你冤枉我了 来人 护驾 没用的 我可是爱隐和天子一号杀手 狗皇帝 你今天逼死了 我不中他 你能拦住他吗 我这把剑快如闪电 今日你们二人逼死 兄弟 咱们是自己人 今天我假扮皇帝出来办事 你找错人了 原来你就是黄公众的内营 不过上面联系不上你 认为你已经叛变 见到你之后 各煞无论 冤枉啊兄弟 根本就没有人告诉我 该这么联系啊 那就怪不得我了 等我杀了你 再去杀了那狗皇帝 你这是 什么武器 要不是怕你搞太快 打不撞你 我才来对你废话 还天资一号杀手 连我一招都挡不住 你嚣张不了多久了 我们已经投靠了周国 你这叛徒逃不掉的 周国内囚笨招 朕早晚灭了他 你这是什么武器 怎么威力这么大 这是个好东西 能让我们的人装备上了 可以 不过需要你时间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事成之后 真重重有赏 陛下 你之前答应我的 都还没兑现呢 现在这不是 又空手套白狼了吗 好你个狗奴才 现在都会威胁着了 陛下 我今天帮你解决了 赤炎的问题 还帮你解决了杀手 这没有功劳 有苦 好 你把眼睛闭上 啊 真让你把眼睛闭上 啊 属相救驾来时 让陛下受惊了 请陛下责罚 现在责罚还有什么用 把这个杀手拖下去 看看能不能查出什么事情 是 老爷 陛下深夜离开了娘娘的寝宫 看起来没有任何中毒的迹象 我早料到那丫头下不了手 幸好我早有安排 派出了爱令阁天子一号杀手 必定能够将皇帝击杀 老爷 杀手也失败了 听宫里人说 深夜忽然传出一声巨响 在侍卫赶到的时候 那个杀手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 那可是暗影阁天子一号杀手 老爷 当初少爷受伤 就是被陈锋手里 一个能够发出巨响的暗器所伤 死无威力惊人 难道是陈锋出手救的人 听侍卫说 当时陛下身边的确有一个小太监 估计是陈锋假扮的 陈锋 混账东西 三番两次怀我好事 我一定要杀了他 他现在是陛下身边的红人 并是庆国的功臣 想要干掉他有点难 赞 我是一个医官 你去让舒华 你想怀庆公主 是 陛下 您还在想陈御医吗 胡说什么 陛下 你要是这么想见陈御医 我看啊 不如把他安排在身边 时时刻刻服侍你 你还说 情况怎么样了 陈御医的致言方法一经传出 我们庆国并彻底没有了缺言的威禁 现在百姓们都对陛下感恩戴德 这经验自古以来都是达官显贵才能用上的奢侈品 现在家家户户都能吃上 都亏了他 陛下 周国知道我们的情况后 已经彻底动怒 扬言说 只给我们半个月时间 要是再不投降 他们就出兵攻打我们 打就打 早就等着他们了 陛下 太后已经开始接见周国使者了 三日之后 他要趁着他的寿宴处理此事 还扬言说 说什么 如果陛下不懂事 那就惯了陛下 陈御医 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在进行着 火药已经制作了足够多 这东西越多越好 不可懈怠 对了 那个青梅素你也看着点 千万别出什么乱子 您放心 我亲自监工不会有问题的 那就好 跟着好好干 荣华富贵使不了 是是是 陈御医 怀进公主身体不适 请您跟我走一趟 本宫还以为你不敢来呢 我倒是不想来 谁让你是公主呢 公主说笑了 您身体抱恙 让我来治病 属下不敢推辞 本宫也是不明白 你分明只是个小小御医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 公主说笑了 陈除了治病救人之外 没什么本事 才高八斗也就算了 居然懂得治炎之法 难怪弄运的丫头 被你迷得死去过来 公主 这话可不能乱说 我和弄运公主是清白的 你骗到了别人 骗不了本宫 你在弄运的丫头 马车里那么久 真的是治病 倒是有几分俊强 不过可惜了 马上就要死了 公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李淑华是本宫的未婚夫 你把她废了 你以为本宫会这么好些 放过你吗 公主 这么说来 你故意装病 是为了将我引来陷害我 真是聪明 一眼就看到问题所在 你来本宫的寝宫 意图对本宫非礼 就算你是庆宫的功臣 也难逃一死吧 确实 麻烦大了 下辈子好好做人 别有点本事就这么嚣张 来人 东主 这可是你逼我的 你的记号虽然很好 可惜 不该单独和我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应该好好谈谈 最后别大喊打枪 听到没有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是朱小卒的大罪 我都要死了 还顾得上别人 你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要诬陷我吗 反正都要死 今天要是能亲到公主方子 死也值了 你 你别乱来 我 我放过你了 不好意思 管了 公主 你没事吧 公主 你应该 不想让你未婚夫看到你现在这种模样吧 公主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我 我没事 公主 我能进来了吗 等一下 现在陈云医在给本国治病 不太方便 公主 这件事情 关系到你的亲版 你应该考虑心吃 你快给本国滚 公主 你怎么样了 严重吗 不进来了 公主 你没事吧 公主身病了 我给他检查了一下 并没有什么大碍 只需按吃吃药几个 属下告退 哦 对了 李兄 你的阳刚之戏 好像越来越弱了 要再不好好调理一下 以后 估计生孩子都难啊 你胡说什么 我是说 你以后的老婆嫁给你 就要是活寡了 大男 你竟然敢玷污公主 男人 给我拿下 李兄 这就没意思了 你哪至今看见 我玷污公主了 公主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说 我有没有对你不敬 公主 你只管大胆地说出来 我一定会帮你 出了这口恶气 陈御医只是在 给本国治病 并没有任何不做 你们退下吧 公主 他是不是要挟你了 我们这么多人 你怕他做事 本国都说了 陈御医的行为 没有任何出格 你们 听不懂吗 退下吧 公主 你是怎么了 怎么好端端的 忽然反悔了呢 本公也是没想到 你区区为了一个御医 居然不顾本公的清白 这要是传出去 你要本公怎么见人呢 是 是我考虑的不周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放了他呀 就要到太后盛宴了 到时候 让太后出手 就算他是皇兄身边的红人 也难逃一起 陛下 怎么心不在意的 是属下的手法 不满意 还不是因为和周国开战的事 这个事情 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哪有那么容易 现在朝中大臣 极力反对 连母后都在给我施压 内忧外患 一大堆麻烦上 有问题 那就解决问题啊 说得轻巧 既然如此 太后的寿宴 你就跟朕一起去 朕倒要看看 你怎么解决 是 丞相已经对你怀恨在心了 你最近小心点 他势力太大 朕还无法动他 谢谢陛下关心 好了 给朕按摩吧 朕最近胸口有用吗 好好按摩 要是再敢有歪心思 朕饶不了你 母后 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那个该死的陈御医 实在太过分了 不仅欺负我 还打伤了我的未婚夫 放心 谁欺负我们家小怀庆 爱家一定不会放过 多谢母后 拜见母后 几日不见 母后愈发年轻了 祝母后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金招 行了行了 快坐下 皇上 这就是最近很出名的 陈御医吗 正是 还不快拜见太后 不用了 来人 把他拖出去 给我 斩了 来人 把他给我拖出去 斩了 母后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在陛下身边 补过 让你和周国宣战了 住手 母后 两国开战时而产的意思 跟陈御医没有任何关系 都什么时候 你还替他说话 你是皇上 又为国家着想 母后 跟周国和亲 只能换来短暂的和平 不久之后 他们还会南下 你好好睁大你的眼睛看 他们周国的兵有多强大 我们和他打 有什么胜算 陛下 今日你要是同意和谈 那咱们就坐下来继续聊 你要是不同意 我们周国的战士已经披肩直累 只需一声令下 就能南下 陛下 此种盔甲 异常坚硬 刀剑更是消体如泥 要真是打起来 我们亲国是毫无胜钻 我们昨天都试过 我们十个士兵 都打不赢对方一个盔甲士兵 这仗怎么打 和谈有什么条件 我们要亲国一半的领土 两位公主嫁给我们的王 亲国还需每年称臣 纳贡 和保亲国百年和平 这和卖国求荣有什么区别 你说什么 我说 不就是区区的黑甲铁骑吗 至于让你们这么害怕 混账东西 还敢在这儿胡言乱语 还不快拖出去 太后 属下确实有办法击败他们 太后 属下确实有办法击败他们 如此嚣张 我倒是要看看你 究竟有如何本事 杀 你敢不敢和我们周国的 黑甲兵 死是一场 要不 还是算了吧 毕竟一条人命 笑话 侮辱我周国士兵 岂是你说算了 就能算了的 大胆 这种场合 竟然敢胡言乱语 还不快点给史辰 磕道道歉 你这狗狗献 你觉得自己能 击杀黑甲士兵吗 太后 属下确实有办法 击败他们的防御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这个方法太过血型 今天是太后的寿衍 要是闹出人命来 我就算是有一万条命 也不够赎罪啊 狂妄之急 我倒要看看你是 如何伤我的 黑甲士兵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要真是有这本事 哀家今天就饶了你 如果你要是骗了哀家 今天皇上也就不了你 既然太后都开口了 你放手施展便是 属下遵命 既然是比试 不如加点彩头 假就加 今天我要是输了 我们中国马上给你三座城池 你之前欠我的城池还没给呢 现在又想空手套呆了啊 你想怎么样 输的人跪下叫爸爸 好 希望你待会儿还能活着 杀了他 鼓鼻手下留情 真是一个对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 你究竟用了什么手段 怎会如此轻易破开我 黑甲兵的防御 这武器杀掉的天子一号杀手 废了我儿子 威力竟然如此恐怖 世辰 你输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乃是周国使臣 代表周国 让我给你下 混账 这可是使臣呢 这才对嘛 你要是输都输不起 就别跟我打赌 小心丢了信命 你的手中是何物 为何有这么大威力 回太后 这是属下为太后准备的礼物 名叫我 你这武器的确厉害 可我周国铁骑 来去如风 激动性强 你估计 连打都打不到我们 巧了 我还有一件礼物 要送给太后 区区公弄 就算射中 也无法伤到我们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见 再说一遍 妖物 这是妖物 大胆尘封 竟敢带这种妖物来见太后 你适合举行 来人 来人 把他抓起来 你懂什么 这叫科技 过于你还是个百官职生 一点见识都没有 你 你 太后 如果我们庆国士兵 人人都能装备这些武器 我们还会输吗 这世上竟有这么厉害的东西 皇上 看来你是长了一个了得的人啊 我后过讲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御医而已 能有什么本事 小子 别以为有这些东西 就能为所欲为 打仗可不是光靠武器 钱财良草 马车人手一关 缺一不可 我们已经断了你们的伤道 看你们以后怎么办 太后 此事关系重大 他们断了我们的伤道 恐怕这个仗还没有开始打 我们就已经耗尽 但有粮草 不战而败了 陈下 周国的人都已经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了 你还想着何台 真是天生乱骨头 永远折起腰 你 你敢骂我 够了 这次陈御医也算有功 哀家一定重重有赏 不过 两国交战中世大事 还惜从长计议 今天就别再谈此事了 母后 战机稍纵即逝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 我们闭嘴 好端端的一个寿宴 倒成这样 你眼中还有没有挨家这个 这就就是怎么回事 那陈锋 怎么会弄出那么恐怖的东西来 我也不清楚啊 他弄的那些东西 威力太恐怖了 真打起来 我们周国虽然兵强马撞 但也会损失惨重 此人绝对不能留 必须把这个危险除掉 放心 他活不了多久了 这样最好 只要那小子一死 庆国 必输 今天多亏了你 要不是你 刚才 我肯定又要被太后好好念叨一顿 多谢陛下夸奖 嘿嘿 陛下 臣的命都是陛下给的 帮陛下排友解难 不是应该的吗 有嘴花生 真想把你的舌头割掉 陛下 你必早就说过 陈御医的那些东西非常厉害 你现在信了吧 说吧 这次你立了大功 想要什么奖赏 既然 陛下都说了 那我总不能不要 只是 我怕我说出来 陛下会怪罪 但说无妨 你看 我这次立了这么大功 你能不能再请我一下 你跟我开玩笑吧 陛下 是这 你让我说的 我 你再敢放肆 我就让你从太医 变成太监 这妮子 只负责放火 救火的事 是一点都不干啊 别动 打劫 公主 劫财还是劫色 你怎么知道是本宫的 我当然知道 你山上的味道 我一下就闻出来了 这么久都不来找本宫 是不是已经把本宫忘记了 这不是有点忙吗 你也知道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陛下和太后 忘记和亲呢 既然是为了本宫好 本宫就原谅你了 快来给本宫疏通一下经络 按摩一下筋骨 只有按摩吗 成风 你当我驸马吧 只要你点头 我请皇兄给我们赐婚 要是我不点头呢 那我就把你淹了 你们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拿刀啊 我们 还有谁 嗯 就你 还能有谁 公主 你贵为千金之躯 下载给我 是不是太委屈你了 只要我开心就行 你不乐意 陈衣衣衣你在吗 究竟怎么回事 李贵妃怎么突然病重 陛下 臣也是才听到消息就赶了过来 听说是被毒蛹咬伤的 情况怎么样 贵妃娘娘的病非常严重 老臣无能为力啊 这么点小病都治不好 你是废物吗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丞相放心 朕已经让宫里最好的御医过来 一定可以治好的 陛下 娘娘情况怎么样了 被毒树咬伤了 情况非常不好 宫里的太医没办法应对 你快去看看 放肆 一个奴才竟然敢亲服贵妃娘娘 陈相大人 我这是在给娘娘治病 你不懂 就不要乱喊行不行 娘娘千金之躯 岂是你一个奴才能碰的 要不要伤给你 你来治 男女受受不侵呢 更何况 还是娘娘这么尊贵的人 就算是治病 也该悬丝诊脉才对呀 她会悬丝诊脉 她能治吗 我虽然行为轻佛 但我能直观看出娘娘的病情 她不能治 我能治 这就是我和她的区别 陈御医 你真的能治吗 当然 不过 我还得看看娘娘被咬的地方 放肆 你敢对娘娘无理 放肆 你敢对娘娘无理 陈御医 你这是何意 怎么都怪非如此无理 陛下 我要是不看被咬的地方 神仙来了也救不了 在我们医者眼中 只有病人 没有男女 不像丞相 蓝颖龙 你 你还敢骂我呀你 骂的就是你 阻止我治病 我看你压根就是不想让我把娘娘的病治好 陛下 老臣绝对没有此意啊 请陛下明鉴 赶紧治病 别耽误时间了 陛下 娘娘得的是鼠咬热 这种病有10%的致死率 娘娘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再不进行治疗 会凶多吉少 那你有办法吗 当然有 这里面是鼠下研制的青霉素 对这种病症有奇效 只要娘娘扶下 三天就能痊愈 胡说八道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呢 老朽行医大半辈子 从来没有听说过 那是你见识短浅 怪不得当不上御医 你 你 陛下 他拿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东西 这要是万一害娘娘 那可怎么办 陈相大人 你说话能不能过过脑子啊 我还能跑了不成 你再耽搁下去 娘娘就彻底没救了 行了 赶紧治病 要是出什么意外 这哪里试问 陛下 你真相信他呀 那你有办法救吗 没本事就闭嘴 别耽误时间 李贵妃啊 李贵妃 你也就是遇到了我 要是我还成别人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了 刚刚你不是说的神护其神吗 怎么一点用都没有 娘娘病得这么重 我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马上就好 那要多久才能有效果 三天 三天之后就能恢复 那要是三天之后 不能好转怎么办 三天之后要是不能好转 我任你们处置 要是我治好了呢 那我亲自陪你道歉 下归认错 好 陛下 请下令让陈御医这些天 就待在贵妃住处 不得离去 万一娘娘有什么意外 也方便陈御医过来救治 准了 陈御医 你这些天就在这守着贵妃 陛下放心 我一定会让贵妃娘娘 健健康康地出现在你面前 你把这东西交给怀姓公众 这是什么 主性的东西 只要让陈御医想 不管他在宫里和谁发生的关系 都是 还是父亲大人英明 陈锋这次 奇怪了 这地方挺干净啊 怎么会有老鼠 而且 还能咬到大腿这么死命的地方 肯定有营萌 陈御医 好久不见 公主 你找我有事吗 陈御医 之前都是本宫不对 我听说这几天你住在这儿 本宫特意来向你道歉的 为你准备了些饭菜 希望你别嫌弃 公主说笑了 陈御医现在都是陛下身边的猴人了 不知道现在道歉还来不来得及 我就说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酒和饭菜 估计问题 公主 之前是属下不懂事 这才触怒了公主 这杯属下敬你 算是给公主赔罪了 什么人 陈御医 这里没有人呢 公主 是属下看错了 最近总有人想暗杀我 所以今生恍惚了 来公主 我敬你 陈御医 不知道你现在的医术 在没有药箱的情况下 能不能解决呢 能是能 针灸可以解一部分毒 不过我的银针和药箱 都被丞相收走了 空手之下 根本无法解决 那这可就麻烦了 刚才这杯酒里 被本宫下了点总量 这次 你恐怕是差势难逃了 公主 你也太小瞧我了 刚刚我们喝的酒 已经被我调换了 什么 公主 大胆奴才 你居然敢轻薄本宫 本宫又杀了你 公主 这事可不能怪我啊 你还是赶紧走吧 我这可没有解药 本宫好热 大胆奴才 你居然敢轻薄本宫 本宫又杀了你 公主 你怎么提起裤子 就不认账了呢 刚才分明是你主动的 你还敢狡辩 我要终于酒足 冷静啊公主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你要杀的人不是我 不是你还能是谁 公主 那两杯毒酒 不管是我们谁喝了 我们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会发生什么 这件事如果闹大 我是必死无疑 但公主 你的清白怎么办 你的意思是 很高被人利用了 正是如此 公主 我刚刚听到你的尖叫 你没事吧 公主 这扇门要是打开了 我是死定了 但你也好 我到哪里去 毕竟你和我发生了关系 李淑华他会怎么对呢 公主 你再不说话 我就进去了 在外边等着 我再给公主治病了 让你在外边等着 听不懂人话吗 算什么 竟然敢命令我 公主 你没事吧 她有没有对你不敬 那你们这衣服为何 公主刚才不舒服 我给她扎了几 李淑华得不是很正常 大胆 你竟然敢轻薄公主 我是御医 给娘娘看病都得掀开衣服 这是陛下都允许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 你 你什么你 李兄 我倒是想问问 你守着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 缺一点办法都没有 会不会很绝望啊 混账东西你找死 陛兰 这里是宫里 别乱拦 小子 你给我等着 别以为我收拾不了你 好 我等着 公主 你这个病还需要扎几天真 有空来找我 混账东西 我要杀了他 那人现在在娘娘住处 想杀他估计很难 那就等他出宫以后再杀他 我现在不想看见他多活一天 他身上有那种武器 连天资一号杀手都被他解决掉的 想杀他估计很难 你是蠢货吗 正面打不赢 你不会想想别的办法吗 去太医院找赵太医 让他联手 这事要不要通知一下丞相大人 不用了 这件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我要给父亲一个惊喜 快去准备吧 是 陈锋 这次必须死 怎么样了 已经恢复了 但是娘娘身体虚弱 再休息两天便能彻底恢复 嗯 丞相大人 如此散不散 我赢了我们之间的对赌呢 是我当初唐突了 我不该质疑陈御医的医术 不给陈御医赔博士 丞相大人 是不是少了点什么 说好的磕头认错呢 这 行了 丞相都已经给你倒架 别得寸进尺 多谢陛下 孩子 你真没事的吗 父亲 我好多了 这两天多喝热水 适当吃些补品 多谢陛下 孩子 你糊涂了吧 她是陈御医 不是陛下 贵妃应该是昏迷太久了 身体太过虚弱 让御膳房 多给她做些补品 要是没什么事 陈就先退下了 嗯 都退下吧 队妃娘娘需要敬仰 陛下 老臣想多陪陪女儿 把陛下准许 走了 孩子 你怎么搞的 我给你的东西 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 既然收到了 为什么还不动手 皇帝都开始怀疑我们李家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李家迟早会覆灭呀 父亲 你这样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 陛下已经对我们够好了 哎 我就知道你会心弱 你不对陛下动手 也可以 等有机会 你一定要在陛下耳边吹吹风 让他杀陈御医 父亲 你杀一个御医做什么 而且他才刚刚救了我 你弟弟就是让陈御医给废掉的 他跟我们李家众身仇大恨 而且此次处处与我作对 尽快让陛下杀了他 知不知道啊 听父亲的便是 陛下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你真让人好奇 好像这世界上就没有你不会的东西 这些都是正常操作 不用太挤压 陈御医 这里面是什么呀 竟然那么神奇 青霉素 在治疗感染和消炎方面有奇效 还可以治愈大部分疾病 真要有这么神奇 你不会骗真的吧 没有骗陛下 这药还有其他作用 还有什么作用 在战场上受伤的士兵 往往会因为感染的死 有了这青霉素 就可以大大提升受伤士兵的合合率 这是神药啊 有了他 我们的士兵将再无后顾之忧 这种东西 你还有多少 已经批量生产 陛下放心 好 好 好啊 等我们赢了 你就是我们的第一大功臣 陈御医 你说的感染是什么呢 发炎又是什么 这个 和你解释不清楚 你只要知道 弄不好就会致死就行了 陛下 为了帮你打赢周国这场仗 我可是亲近所有帮你 是不是该奖励我一下 朕说了 等赢了 你就是第一大功臣 加官进决都没问题 陛下 我又不喜欢那些 李贵妃大病出狱 还不能施起 有陛下在身边 我怎么会想李贵妃呢 你能不能正经点 天天都在想这种东西 陛下这么漂亮 怎么能不想 放手 你再这么放肆 这殃了你 属下倒是不在意 陛下舍得吗 你 小亮 你等着 迟早有一天 我让你拜倒在我的城墙之下 我扫厕所 来我这干什么 王浩呢 王大人 今日告病 特意让我来伺候您 陈大人 以前都是我的不对 希望 你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不是陈相的人吗 陈大人 以前是我眼瞎 不知道您才是人中龙凤啊 现在一想 陈相在你面前算个屁啊 算你有点理解 是是是 陈大人 还希望你给我一个 记案投名的机会 上次弄于公主中毒的事 陈相指使的 是 还有什么目的 陈大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是一个办事的 都说陈大人 医术高明 不知道能不能解了我这 短长头啊 你 你竟然对我想多 没想到吧 陈丰 你也有今天 是你 对 是我 没错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弄乎 你如反掌 你现在信了吧 杀了我 不怕陛下跪罪你吗 你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罢了 你真以为陛下会因为你跟我撕破脸皮吗 就是 李绍 李绍可是 你这个废物不会天真的以为陛下会为了你出罚李绍吧 而且今天这事没人会知道你会彻底人天蒸发 也就是说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你们三个 没错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要是好好当个御医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行了 不用跟这个废物废话 杀了他 你 你不是中毒了吗 怎么 怎么会没事呢 是你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竟然敢出卖我 我没有啊 他明明喝下去了 真以为我傻呀 会喝你们的东西 时候告诉你吧 你们的茶 我一口没喝 不可能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可惜你们没有 陈锋兄啊 您大人有大量 今天是我错了 你放过我一马 现在求饶 是不是太迟了点 陈锋 你看这样 金银珠宝 高官奉禄 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啊 陈锋 我父亲可是宰相 你要是杀了我 整个庆国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就算是陛下 他也救不了你 你到零头了 还敢嚣张 这又有我好气吧 陈大人 今日是我不对 是我猪油蒙了心呢 以后我跟你当牛做马 你就饶了我吧 你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狗牛才 陈锋 我父亲可是当朝宰相 杀了我 你也活不了 你们说的 这件事没有别的人知道 我肯定是不会告诉别人 你 哎呀 救命 下辈子 别惹我 废物 老爷 整个京城都找遍了 没有 你们都是发头成了 我儿子已经失踪五天了 怎么还没有找到 老爷 少爷失踪前 曾找人商量 要去找陈锋麻烦 而少爷失踪当晚 太医院传出几声巨响 那不是跟陈锋有关 不确定 但所有证据都指向他 叫人 去台医院 我竟然都被杀了 就会找东西不可 东雪 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吗 青梅宿真的能大大提高 我们士兵的存活率 是啊陛下 我去看的时候都被惊呆了 那些老医官们都说这是神药 何止是神药 这分明是仙丹 陈锋医真是上天赐给陛下的礼物 有陈锋医在 简直是我们庆国之福 陛下之福 这丫头 什么时候我也学会有宗花生 这可不怪属下 分明陛下都惨看中陈锋医的 我看呢 还不如把他接到您身边 好好服侍您呢 你还说 你看我不说是 陈锋 那事不好了 丞相带着人去他医院了 怎么回事 丞相大人的儿子失踪了 但我也是陈锋医干的 快 百家开医院 青霉素已经按照您的方法 再大量培养了 炸药火冲 都已经在家里制作了 好 这些东西越多越好 好好做 等清国胜了 你就是清国第一功臣 多谢大人在陈锋 陈锋 陈锋大人 你带这么多人 来我太医院是什么意思啊 快将我儿子交出来 不然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快将我儿子交出来 不然今天谁也救不了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少在我面前装母祖样 能看见我儿子来找过你 就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那你可能就找错了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过李兄了 哎嘴硬 先把他给我废了 都要看看他的嘴巴 能硬到什么时候 哎 陈锋大人 你这么嚣张 就不怕陛下怪罪吗 陛下会为了一个小小的衣冠怪罪我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给我上 我看谁敢 陛下遇刺 免死金牌在此 见此金牌如见陛下 看你们还敢不敢动我 怎么可能 陛下怎么可能会把金牌交给你 陈锋大人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来 我就站着 你敢动我 就算想找我麻烦 也得找一个好点的借口行吗 陈锋 你以为你拿着免死金牌 我就不敢动手 你是敢动手 毕竟 你一直这么五把五天 但你手下敢吗 动手 什么问题我担着 陈锋 你竟然敢无视陛下的令牌 你抓了我儿子 他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陈锋你好大的空气 居然连阵都不放在眼里 丞相 你好大的口气 居然连阵都不放在眼里 陛下 老臣糊涂 丞相大人 我看你是一点都不糊涂 陛下 你是不知道他刚才他有多嚣张 陛下 只能他绑了我儿子 老臣心里着急 才会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 请陛下明见的 陈锋 你绑了丞相的儿子 他只是自己陷害我 陈锋 你当着陛下的面还敢撒谎 丞相 你有什么证据吗 有人看见我儿子在失踪之前来找过陈锋 之后就彻底消失了 把那个人带上来 这 这么说 你是没有人证了 老臣愿意性命担保 此事跟他有关 如若不是 过来 我庆国是想出正确的地方 你人证物证都没有就随意跑来抓人 你将我庆国的律法置于何地 将朕置于何地 陛下 是老臣矮自心气 才会做出这种糊涂事 请陛下责罚 你是受害者 你说怎么处理 陛下 陈相虽然行为大逆不道 但是终究是为了儿子 要不然就算了吧 还不谢过陈御医 我谢陈御医 要不是看在你是我朝中重臣 为我庆国租过巨大贡献的份上 今日的事就够你死问 夏将军的事 至于你儿子失踪这事 这会派人跟你一起寻找 今天这种情况 朕不希望再出现第二次 否则 谁都救不了你 陈邦这个混账东西 朕以为有皇帝撑腰 我就拿他没有办法了吗 老爷 现在的情况来看 估计我们很难再对陈公出手了 毕竟还有陛下 皇帝三番五次跟我作对 你就没有必要再扶着他了 老爷 您这是 你去通知四大将军 我提前 让他们做好准备 顺带 将这封信 交给周国使臣 是 你能不能别老实给这惹麻烦 陛下 这和我真的没关系 是他隔三差五找我麻烦 我这是镇当皇位 李淑华是你处理的 嗯 李淑华带人暗杀我 被我反杀了 我要不除掉他 你估计现在都见不着我了 谁想见你 这件事 谁也得说 否则 朕都保不了你 我就知道陛下最感兴我 陛下 陆玉公主在等着你 这丫头来这里干什么 皇兄 你终于回来了 我都等你好久了 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吗 皇兄 你把陈玉姨许配给我好不好 怎么好端端的 说这事 皇兄 反正我现在已经不用去和亲了 再说你也知道我和陈玉姨的事 你就答应我嘛 可你毕竟是公主呀 就算我同意了 母后也不会答应 皇兄 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你给陈锋 加官进捷 母后也不会不答应的 这件事 我没什么意见 你问他吧 他 他那有什么意见 陈锋 你说对不对 公主 现在不是考虑儿女情长的时候 你不同意 不是不是 公主 你听我解释 我倒要听听 你怎么狡辩 庆国和周国开战在即 朝堂局势动荡 国家危难之际 怎么能贪然与情长呢 你一个小小的御医 你管这些干什么 真所谓没有国 哪有家 就算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御医 也该出一份力嘛 行了 这件事 以后再说吧 我不管 皇兄 你一定要答应让他当我驸马 这辈子 我非他不嫁 好 等我们和周国的事情结束 我就答应你 你先回去吧 我跟陈御医 还有事情要聊 找你的公主去 陛下 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和公主的事吗 怎么 吃醋了 你胡说什么 陛下 你看 我弄出了青梅素 还除掉了丞相的儿子 你是不是该 好好奖上我 正好 李贵妃想你的很 那就赏你今晚 去李贵妃的住处 东学 给她准备一下 陛下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陛下这么久不来看臣妾 臣妾还以为 您嫌弃人家了呢 爱妃这么漂亮 朕怎么会舍得冷落你呢 陛下 你身上为何有一股药香味 跟那个陈御医极像 我去 来得太急 忘记把味道除掉了 朕最近跟陈御医待在一起 难免会沾了一些气血 陛下 可真看重陈御医 那是 陈御医最近可为庆国 做了不少事 立下了不少功劳 更重要的是 她还救了朕的爱妃 朕怎么能不看重她 陛下 臣妾 能求您答应臣妾一件事吗 爱妃 别说是一件 一百件朕都答应 只怕臣妾说了 您又要怪臣妾不识大体了 不会 朕怎么会怪你呢 臣妾 想求陛下 帮臣妾杀了陈峰 爱妃 你应该知道 陈御医是庆国的功臣 她刚刚救了你 你怎么能恩将仇报呢 陛下 臣妾也不是那种 恩将仇报的人 只是那陈颂 趁着臣妾治病之时 羞辱了臣妾 卧槽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 爱妃 朕宠您 不代表您得随意像这撒谎 陛下 臣妾说的句句属实 求陛下明察 是陈相指示你做的吧 陛下 您宁愿相信那个御医 也不愿意相信臣妾吗 唉 不是我不愿意相信你 在你生病期间 朕可以派东穴守着 陈御医的一举一动 朕都清清楚楚 他要守一点出格的地方 朕早就杀了他 你还要说话吗 陛下 可能是臣妾病糊涂了 产生了幻觉 求陛下恕罪 你不是病糊涂了 只是被人蛊惑了 朕知道 陈相一直在针对陈御医 但你是朕的爱妃 怎么能因为个人恩怨 而动摇国之根本 陛下 臣妾知错了 陈相最近多次触犯律法 可因为他是你的父亲 朕才一再宽恕 希望你能明白朕的苦心 今天的事 朕当作没发生过 下不为例 多谢陛下 这个陈锋 乐器真是好啊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失败就失败吧 如今江南发生洪灾 你说是他 就连皇帝 此生难保了 怎么回事啊 这江南洪灾都这么多天了 陛下怎么还没消息 谁知道呢 陛下心中还想着打仗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真要治天下百姓于不顾吗 陛下 江南遭遇百年一遇的洪灾 百姓流离失所 恶嫖再道 情况不容乐观啊 如此大事 为何现在才报 陛下 是你说 这段时间 要将和周国开战一事 放在首位 其余事 一律不许 你 派人过去振灾了没有 在民如何安置 陛下 为了应对打仗 我们庆伯 已将全部物资运往军营 根本就无余力振灾 混账 连这些事情都办不好 真要你们有何用 陈相大人 你一口一个打仗 是在怪罪陛下吗 老臣就算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怪罪陛下呀 但陛下听信他人谈言 一心想着打仗 却忘记了天下黎民百姓 这事 老臣必须要有个态度 那就是针对我呗 想找我麻烦直说 非得用天下百姓来做文章 你还要不要点脸 如今 灾情无法处理 北方边境 我大军胡适担难 要不是你妖言获重 会有这种天灾人祸 我想不针对你 针对谁 陛下 陈封谣言获重 让你犯下此等大错 还请陛下悬崖勒马 除掉此人 以尽消友 请 请那次想出了人 以尽消友 好啊 你们这是要逼宫吗 陛下 陈等万不敢有这种想法 但此人必须死 方能给周国一个交代 我们才有精力去振灾呀 陛下 还请你以黎明百姓为重 不可能 陈御医是我庆国的功臣 朕绝对不能杀他 帮 陛下 周国已经下令开战 守在边境的铁锡已经难下 请您定夺 这怎么办呢 我们本就兵力不入 现在又遇到洪灾 拿什么和他们打 完了 彻底完了 周国明显就知道此次洪灾 所以才趁机发难呢 陛下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在维护他 这是要将庆国百姓置于何地呀 请陛下 大军队中 只有除掉陈锋 才能让中国息怒 我们才有精力去振灾呀 满朝文武 滚滚助攻 竟无一人有骨鲜 可笑 简直可笑 放肆 陈锋 要不是您妖言祸重 也不至于让我们庆国如此被动 还敢凶章 来人 把他拿下 丞相 当着朕的面都敢在朝堂上抓人 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 陛下 臣绝无其他想法 此人万万留不得了 像这种祸国殃民的罪犯 李当临 是 都已经动手了 还向这和谈 送那春秋大梦去吧 天秦国内忧外患 和谈 你告诉我怎么办 不就是缺钱缺粮吗 又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来解决就是 来解决 你一个小小御医 除了治病救人 你还能解决什么 当然是救人 赈灾和抗击周国 黄口小儿 满嘴胡言 陛下 请您下旨 将此人处死 陈御医 你究竟有没有这个本事 现在庆国危难之际 不可开玩笑 陛下 难道你不相信我 陛下 都什么时候了 你可千万不能信他呀 否则我们庆国 可能真的要亡国了 我原立下军令状 若三日之内 不能解决这些事情 我便以死谢罪 陛下 此人恐怕是在拖延时间 不可信心 够了 就三日时间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朕 亲自送你上路 不行 你得赶紧离开 我让冬雪保护你 陛下 这军令状都签了 哪有走的道理 再说了 我走了你怎么办 可是这根本就不可能完成 你要是再不走 根本没有活路 陛下放心 给我三天时间 我保证把事给办了 要不 把命给陈上就试了 胡道 你算什么东西 你的命 岂能和天下百姓相比 给哀家 把他绑了 慢着 母后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这个人 他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已经在朝堂上立下了军令状 总得让他试试 我们能等 但江南的灾民能等吗 边境的周国铁骑会等我们吗 陛下 这已经是你们最好的结局了 如今你们江南发生洪灾 缺钱少量 我们队伍一旦南下 迎接你们的才是真正的王国 陛下 你应该清楚 一旦我们队伍动手 秦国将会是人间炼狱 尸海如山 到时候不要说灾民了 你们所有人都会变成 奸下穷 陛下 这个时候不能再犹豫了 请你马上做决定吧 你们究竟要臣御医干什么 此人数次破坏 两国和谈 我们王上愤怒无比 要亲自处决此人 行了 此事交给哀家做主 将陈方压下去 交给中国处置 母后 我们难道真的要用天下百姓的性命 来换取一个屈辱的和平吗 哼 你好歹也是一国之军 连这种事怎么都拎不清楚 陛下 一个御医而已 把陈峰交出去 我们整个庆国就能活下 那可是他的荣耀啊 来人 你们来干什么 赶紧走 当然是来救你的 母后 你就饶了陈峰吧 当初儿臣中毒在床 还是陈御医帮我医治的 哼 别胡闹 他破坏了两国和谈 就算是有天大的功劳 也抵消不了这个罪责 母后 儿臣从来没有求过你 你就帮我一次吗 孩子 你是我们庆国的公主 要分得清轻重 万事要以大局为重 不可再这么任性了 母后 儿臣也从未求过你 这次你饶了陈峰 可以吗 这你怎么还帮上我呢 怀信公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好端端的 替这个罪人求起情来了 我只是觉得 我们庆国 不该这样对待一个功臣 功臣 他分明是罪臣 何功之有 胡闹 你们真的以为 哀家没有脾气吗 你们马上就要出使周国 和周国皇帝联姻 别在这里胡闹 我后恕罪 儿臣 儿臣不能出使周国 也不能跟周国皇帝联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儿臣 儿臣 儿臣怀了陈峰的孩子 混账东西 你知不知道在说什么 母后 你就饶了陈峰吧 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 你 你真是气死 太后 陈峰这畜生竟敢玷污公主 破坏两国联盟 秦太后立即下令 让我当场杀了这死 陈峰大人 怎么一当我的事你就这么激动啊 你犯了如此大罪 难道不该处置吗 你知道个屁 社交自由恋爱 懂不懂啊 还敢放肆 快把他给我撞下去看啊 母后 你就饶了陈峰吧 你出来下山河干什么 母后 我 我也怀了他的孩子 你可别乱说 我虽然帮你解过毒 这才多长时间呢 你 你们真是想要把哀家给气死不可 怀醒公主 你和我儿子有婚约在身 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儿子吗 丞相大人 你还好意思提此事 你三番四次利用本宫的清白 去陈峰 你把本宫当什么了 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你们父子 都是一路过死 这是怎么回事 皇兄 丞相大人 三番四次利用我去陷害陈峰 还想借此机会除掉陈峰 要不是陈峰机制 他恐怕都不知道是多少回了 丞相 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解释 丞相 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解释 陈下 老臣这么做 都是为了庆国呀 好 一个为了庆国 为了庆国 就能让你想尽办法去杀一个公臣吗 公臣 要不是因为此人 我们和周国早就已经和谈了 要不是因为他 也不会遇到天灾人祸 而无能为力 软骨头 new 软骨头它就是软骨头 说得到好 我只恨当初 没有一刀杀了 不会让无数江南百姓流离失所 更不会让沁国陷入战乱的危机当中 亏你还是摆棺着手 整天想着投降陷害自己人 我现在怀疑 你是不是周国的奸续 毁谤 我告你毁谤 够了 你看能不能换几个公主去和亲 太后 你应该知道 我们陛下是因为看上了 弄玉和怀庆两位公主的姿色 才答应和亲的 可现在情况你也知道 既然这样 那我们要庆国七城的土地 七城 这和王国有什么区别 这话你不要问我 你去问我周国铁齐 和你们的江南栽比 能不能再谈谈 这事实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 要么开战 要么答应条件 你们没得选 那就打 那就打 胡娜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太后 和谈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必要了 答应他们的条件 跟灭国有什么区别 我们沁国男儿都是有血性的 还怕他们不成 自今日起 我沁国彻底与你周国宣战 凡有和谈者 定战不饶 你会后悔 今日的所作所为 陛下 你难道就真的不管那些灾民 不管那些黎明百姓了吧 我说了 三日之内必定解决这些事情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要投降立马可以滚 黄口小儿 用沁国公主的幸福和祖辈留下的领土 去换来短暂了 你还背当这个丞相吗 陛下 这人淫乱后宫 请你立刻下令处死他 一敬笑容 陛下 这老鼻灯敢毒害公主 我现在怀疑她已经投靠周国了 最好马上处死她 够了 朕现在没心情处理你们这些事 现在正是关键时刻 还不快想想办法 刚才不是有人说 她一个人就能处理好吗 你真的有办法 回太后 属下确实有办法 你最好没有说谎 否则 就是两位公主替你求情 哀家也不会饶送你 皇上 我只给你三天时间 如果处理不好此事 可别怪哀家不给情面 母后 三日后入处理不了此事 儿臣自愿退位 陈锋 你没事吧 放开 他是我的驸马 怀庆 你别太过分了 快去找你的神仙儿子吧 信不信 我打你啊 你们消停点吧 现在可不是闹的时候 陈锋 你走吧 趁让陈锋和怀青跟你一起 你找个地方隐居 别辜负了他们 陛下 国难当头 我怎么能丢下你离开呢 陈锋 你和皇兄 你们 小丫头骗着想什么呢 我这是 再给陛下把脉 陛下最近一直头疼得厉害 真的 你们俩 当然是真的 别瞎想 我们正常着 陛下放心 一切交给我就行 就算你离不下 又能解决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帮陛下解决灾民和周国 你说的简单 我们现在缺钱又缺粮 周国的队伍已经难下了 怎么解决 陛下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 我们没有量 周国有法 那个陈锋 命真大 三番五次都死不了 无所谓了 三日之后 便能逼宫 让皇帝退位 到时候 他陈锋 就是有十条命 也没有用 那是 到时候整个庆国 便在您的掌握当中 你去召集中大臣 我有钥匙相伤 这怎么可能吗 这不是陈御医吗 怎么还这么淡定啊 今天有人要遭殃了 是有人要遭殃了 但不会是我 陈御医 你准备好了吗 我连刀斧手 都给你准备好了 陈下大人 陛下现在都还没有来 你就这么着急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陛下来救你 实话告诉你吧 今天就算是陛下 也救不了你 要是我今天死不了呢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保不住你 要是你今天死不了 我跪下给你磕三个想头都行 陈上大人 说话算话 废话 我堂堂百官之手 说过的话 岂能不算数 那你就等着磕头吧 这怎么回事 都死到临头了 他还能这么得瑟 不会是有什么手段 仅仅过去三天时间而已 他又不是神仙 怎么可能处理好 洪灾和边关战事 别说是两件事情 就是一件事情 他能处理好 我都承认他厉害 估计是仗着陛下的关系 才敢有恃无恐呢 陛下要是执意帮着人 洪发连太后都不会答应 陛下 三日时间已到 请陛下 处死陈锋 还庆国百姓 一个公道 请陛下处死陈锋 还百姓一个公道 看起来各位是蓄谋已久 今天特意来找朕逼宫来 看起来各位是蓄谋已久 今天特意来找朕逼宫来 陛下 陈等是为了江山设计而已 好一个江山设计黎民百姓 陈下 你给我这高帽子 我可待不起 还敢放肆 你这祸国殃民的罪人 今天就是拼上文相的性命 你要杀了你 陈下大人 别说得这么大意凛然啊 我倒是想听听 我到底有什么罪 值得你们这群人 对我口诛比伐 你的罪还不够多吗 淫乱后宫 玷污公主 这是周国河谈破裂 让沁国百姓处于战乱之中 让江南灾民流离 失所无人救治 不仅如此 你还蛊惑陛下 这其中任何一条罪 都够你诸有足了 合着你们把罪 全部加我身上了 你们是一点错都没有 我们是有错 错在没有第一时间杀掉你 不然 也不至于有这么多事发生 沁国也不至于陷入危难之中 够了 陈御医和公主的事 是朕允许的 他们两情相悦 朕怎么能阻止 陛下 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替这混账说话呀 陛下 你要是再如此愚昧 可别怪我们去请太后了 这是要造反呀 陛下 臣等不敢 但三日前 这人立下过军令状 如今三日时间已过 事情还没有解决 理应受到处罚 谁说我没有把问题解决 死到临头你还敢狡辩 报 八百里价吉陛下 江南灾民已经妥杀案制 灾情已彻底得到控制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一定是假的 江南灾民少说也有几十万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粮 肯定是假的 把他拖出去 斩了 真的假的 你们不会自己看吗 再说了 这个朝堂上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来发号施令啊 这根本不可能 这么多粮食 你从哪儿弄来的 陈相大人 是不是我吃了什么饭 拉了什么屎 都要跟你归报 好 陈御医 做得好 这果然没有看错你 替陛下分忧 为百姓做事 是我卑义不容辞的职责 不像某些人 只会仗势欺人 一切正事都不干 你 如此数量的粮食 从何而来 必须得有个说法 陛下 他能弄来这么多粮食 那就有造反的能力 必须问清楚 是 其兵 朝堂之上满口 乌言汇语 既然你们都想知道 我也就不买各位了 君想被我送去镇灾了 那些粮食 刚好可以解决江南燃背之急 放肆 那些粮食是给将士们的 如此行为 岂不是要含了将士们的心 我国本就兵力弱 你还将将士们的军像 给挪用了 将士们没吃的 这张怎么打 没错 这就是死罪 陛下 如今之际 只能杀了陈锋 让中国且笨 这样 我们才会有一线机会和谈 求律下杀死人 周国都已经把刀 架在你脖子上了 还想着和谈 放肆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也不会变得如此被动 没错 如今我们要是再不和谈 将造成百姓的生命图炭 就现在这种情况 以及周国的野心 你们想和谈 人家愿意吗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庆国兵力本就弱 如今连良项都没有了 将士们饭都吃不饱 你说怎么办呢 我们庆国男人都是有武器的 怎么到了朝堂之上 全是你们这些软骨头当当 我们就连最后的仪价都被你毁了 反抗的机会彻底消失了 除了和谈 还能怎么办 怎么办 那就打 打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再惹怒周国 那我们恐怕就真的要亡国了 还没打 各位怎么知道打不赢 陛下 等到这个时候了 难不成你还要护着这个人 陛下 如若您再迟一听戏谗言 那老臣真的要去请太后 怎么 你就这么想让朕退位 陛下如果不能为庆国大举着想 那也就没有必要 再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了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老头心怀不轨 老臣全是为了庆祖 就算背负骂名也无所谓 报 八百里驾起 陛下 北方大劫 陈庆之将军率军北上 两日时间 大破周国十五城 你真的假的 有什么可疑 当真 我们打赢了 是啊 好 好啊 我庆国有陈庆之将军 是我庆国之姓 陛下 陈将军还在一路北上 估计此时已经拿下周国粮仓 那里的粮草足够我们庆国上下使用一年 给朕拟址 朕要封陈庆之将军为票旗大将军 画像 鲁林烟阁 陈相大人 你刚才说的话 还算数吗 这 这怎么可能 陈将军 刚才那些武器的威力 你也看到了 感觉如何 威力惊人 极为恐怖 大人之才 孔圣于鲁般转世 江南灾情刻不容缓 我会拿走你们大部分粮想用于震灾 所有火冲 手榴弹 护具 盔甲都留给你 有没有信心打你这场仗 大人 您的武器威力自然极大 但没有粮想 我们只怕很难 我们没有 但是周国有 你只需一路北上 以迅雷不济烟而之势 拿下大仓线 周国的粮仓就在那里 大人英明 拿下大仓线之后 我们不仅有粮想 而且江南的灾民 也可以得到朵山的安置 我只给你们留三日的粮仓 有没有信心 配合陈大人的这些武器 若是三日之内拿不下大仓线 本将提头来剑 陈将军 如今四大将军都已沦为陈将的爪牙 陛下能够相信你 只有你 陈将大人 你刚才说的磕头下跪呢 可别赖账啊 陈将大人 你刚才说的磕头下跪呢 可别赖账啊 放肆 这可是陈将大人 你怎敢如此让他下跪道歉 要是陈将说话都不算话 还怎么当着白官之手 还怎么让人信服啊 陛下 他太嚣张了 还请您治罪 陈御医刚才说的对 若陈将都说话不算数 怎么做这众大臣的表率 这才对嘛 陈相大人 你现在还要去跪舔周国吗 老臣不管做了什么决定 都是为了沁国 行了 都是沁国的臣子 不要再闹了 丞相 你之前做的事 朕可以不离就 若再有下次 臣绝不轻饶 多谢陛下 北方大劫 江南灾民的问题也解决了 此次的守宫 当属陈御医 你想要什么 属下当然是想要陛下 什么 奖励陈庆之将军 他可是守宫 另外 灾民也需要安抚 陈庆之将军的奖励 等他回来再说 至于江南灾民 朕决定 减免赴税三年 陛下英明 怎么会这东西 我要杀了你 陈锋 我要杀了你 老爷 这陈锋已经越来越得宠了 接下来要是还不能解决他 估计麻烦越来越大 他活不了多久了 警察那个皇帝 也活不了多久了 你火速通知四大将军进京 老爷 这怕是有些不土 怕什么 皇帝现在身边没人 陈庆之 现在还在外面打仗呢 凭什么跟我斗 是 狗皇帝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做到了 不仅解决了灾民的问题 甚至边境战斗 都取得了那么大的胜利 这还不是在陛下的英明领导之下 才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吗 要是你不这么有嘴滑舌 还真是个当大臣的料 陛下 你知道的 我对那些不感兴趣 我这个人自有三万怪了 可你立了这么大的功 朕总得赏你些什么吧 嘿嘿嘿 陛下 既然要赏我 能不能把你赏给我 满脑子都是那些龌龊东西 真该把你咽了 反正刘真那玩意儿也是祸害 陛下 我真是冤枉 真冤枉你了 那怀亲的丫头怎么回事 误会陛下 这真是误会 当初我给李贵妃治病的时候 陈相让李贵妃给我下毒 我是被迫的 这么说 你还是受害者了 王陛下明察 我真是受害者 得了便宜还卖官 陛下 那 赏赐的事 真要是个普通人 就答应你了 但朕是一国之君 如今 朝局混乱 外敌还死 哪有时间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就这点小事 陛下交给我处理 到时候 一定交给陛下一个强盛无比的倾国 要是 你真能帮政稳定朝局 解决内忧外患 你想要什么 真都答应你 陛下 你可别反悔啊 我是那么不守信的人吗 那倒不是 不过 是不是可以提前 支付一点报酬 什么时候处理好 什么时候再来跟朕谈这些事情 退下吧 朕要沐浴了 陛下 一起啊 洗澡的时候 按摩对身体好 过来 大人 陈庆之将军传回消息 他不仅将大仓线拿下 还顺带拿下了三座城池 嗯 这次辛苦你了 功劳我都记着呢 估计 陛下再过两天就会给你赏词了 多谢大人栽培 这些都是您应得的 要不是有你 估计那些将士 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 学会使用武器 对了 青霉素调过去没有 早就已经调过去了 现在能保证 受伤的士兵都有药用 那就好 陈御医 贵妃娘娘身体有些不适 请您过去帮忙看看 好 我收拾下去去 娘娘 你只是劳累过度 没什么大问题 有劳劳陈御医医了 这人和陛下真的好像 除了长相之外 身形也很像 他这么盯着我看 我会生认出我来了吧 不行 我得赶紧走 陈高退了 不对 这就是陛下那碗身上的气味 不会有错的 难不成 陛下真是眼前这人假扮呢 啊 娘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就是有点头晕 有劳陈御医 为本宫扎几针 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娘娘 你这是干什么 陈御医 五天前的晚上 你在哪儿 我去 还真被他发现了 在哪儿 我肯定在太医院啊 不然我还能在哪儿 还在找遍 你当时就在本宫的寝宫吧 哎 娘娘 就算我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出现在您的寝宫啊 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你当然不敢 但要是陛下 就合情合理 你好大的胆子 敢冒出陛下 娘娘 说这话 可是有证据的 我知道李家对我有意见 但是 也不能污蔑属下呀 你当本宫傻不成 陛下的右手之上 可没有你那颗痣 我去 竟然栽在这种细节上 娘娘 你听我解释 这事有隐情 好大的胆子 竟敢冒出陛下 那本宫不静 本宫杀了你 哎 娘娘 你冷静点 我是被迫的 娘娘 你没事吧 娘娘 你听我解释 这事有隐情 我听到有响声 你没事吧 娘娘 我相信你是聪明人 知道该怎么做 外面的人一旦进来 我敢保证 第一个心死的是 知不知道 我没事 退下吧 可是 我让你们退下 听不懂人话吗 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可是朱九龙的大罪 娘娘 属下也是奉命行事 不然就算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做这么出格的事 你是说 这一切都是陛下的意思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要去找陛下 让他杀了你 娘娘 你去找陛下 我是死定了 那如果 我把你下毒酒的事 说出来 你觉得 我们谁跟才 娘娘 一开始 我确实是奉命行事 可是相处下来 我发现 我喜欢上你了 所以才帮你 隐瞒毒酒的事 闭嘴 娘娘 你被毒受伤的时候 也是我想尽办法救治你 当初我就在想 要是不能将你救回来 我也不活了 每次都是你来找我的吗 陛下一次都没有来过吗 陛下 有陛下的苦衷 这么说 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 什么 你 你也怀孕了 娘娘 娘娘 你有孕在世 怎么还生这么大气 一点都不照顾自己 你放心 我一定会对你和孩子负责的 你一个奴才怎么负责 让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奴才吗 你放心 这件事情交给我 快让我听听孩子的声音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好好好 我滚 你别生那么大气 免得动了胎气 还敢说 我走 太后 这是我们陛下献给您的宝物 名为琉璃 价值连城 果然是精美绝伦 没想到 你们还能制作出 这么精美的东西 这也是偶然所得 举国上下 仅此一刻而已 曾有人用十座城池 与我们交换 我们陛下还不愿意呢 好好好 你们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 有什么事 太后果然英明 两国交战 受苦的是百姓 我们陛下 这才愿意献出宝物 寻求和平 和平 希望太后 能够为了天下苍生 停止战斗 我们中国愿意签订条约 勇士不再侵犯庆国 用这么一颗破鲁子 就想来求和 参见太后 陈玉衣 你这是什么意思 属下的意思是 这破珠子一文不值 你放屁 这可是琉璃 琉璃 你知道吗 这东西就算是 十几座城池都能换 你估计连剑都没见过吧 十几座城池 脑子有病吧 这一文钱能买十个多东西 还城池 小贼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此物的确精美 陈玉衣 难不成你也有 太后 此东西在我家乡极为常见 小孩子的玩具而已 放屁 你这完全是放屁 怎么可能有小孩子 拿这么珍贵的东西来玩 我看你就是在 胡说八道 这东西能价值几座城池 我要是能弄到这个东西 你愿意拿城池来换吗 可笑之极 你要是能够拿出 更精美的琉璃 我当然愿意 拿城池来换 你真的有这个东西 陛下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挨家大要看 这琉璃 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值钱 太后放心 我拿出来的琉璃 比它更漂亮 更大 而且更实用 这杯子 竟然如此通透 精美绝伦 它真的是琉璃吗 太后 此无名为夜光杯 只是我们那儿喝酒用的东西 这 现在我把东西拿出来了 你准备用几座城池来换呢 现在我把东西拿出来了 你准备用几座城池来换呢 这怎么可能 就算我们周国最厉害的工匠 也做不出这么大的琉璃呀 怎么 你想反悔不成 我当然不会反悔了 那你总得证明 这东西是真的吧 你的意思是 我拿假的来骗你 制作琉璃的工艺 是我们周国发明的 到现在都还不能 完美的复刻 能够制作五指板的大小 就已经是极限了 怎么可能还做这么大 是不是只要我证明 这个东西是真的 你就愿意拿城池来换 这个自然 我又不会反悔 怎么才能鉴定 这东西的真假 从外观虽然能看出来 但极易能糊弄人 但琉璃质地极脆 极破碎 且破碎之后 非常的锋利 通过这点 才能辨别真假 你的意思是 要摔碎了才能辨别吗 正是 放森 真以为朕没脾气吗 敢在朕面前上 这种心机 可是我们也不可能 拿城池来换一个假货吧 不就是摔碎吗 简单 你 你 你怎么跟他啥事 现在行吗 当然行 现在 你只要拿出 同样的琉璃 我周伯 愿意用 五座城池来交换 混账东西 你真以为 朕没脾气吗 像这样的杯子 我还有六个 问题是 你们周伯 还有三十座城池吗 你 你这些东西 都是假的 你 拿这么个坡东西 就想来和谈 真到我们傻吗 想和谈可以 让你们周伯的皇帝 跪在我们面前 再来聊和谈的事情 今天多亏了你 不然 太后真的被那群人忽悠 还是陛下厉害 派人监视 周伯使团的一举一动 不然 我也没时间 弄出那些杯子 那些琉璃杯 真的是你制作的 当然了 那些又不是很难 我为陛下 也准备了礼物 真的 当然了 这个手链真好看 比那些琉璃杯都好看 当然了 这可是我为陛下 精心制作的 包含着我对陛下的心意 陛下 你看 我今天帮你解决 这么多麻烦事 是不是 该好好赏赐我 好啊 那就想立你 今晚事情 真的 不用再等到 为你解决事情之后了 你要是不想就算了 诶 想想想 当然想 孩子 你怎么来了 父亲 我有重要的是要跟你说 陛下是女儿神 她一直都是 女败男装 孩子 你不会骗我吧 是真的 我这段时间伺候的 一直是陈锋 是他亲口说的 难怪陛下 会那么看重那个混账 父亲 你能不能饶陈锋一命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为他求情 女儿喜欢上他了 而且 还怀了他的孩子 你 答应你就是了 管家 老爷 你赶紧去通知四大将军 让他们来见我 你要是一只女装该多好 这男性装扮 一点都不适合你 我也想啊 但是 他们不会认可一个女人当皇帝的 迟早有一天 我会让你光明正大的出现在龙椅上 你想的太简单了 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 但是我 陛下 不好了 承销带着四大将军冲过来了 他们来势汹汹 守卫估计都已经被收买了 没有一个人敢来 就知道那老鼻灯爆丧火星 那些将军 早就被他收买了 现在过来 估计是造反的 快走 不行 这不能走 他们所有人都在盯着这 你先去搬酒兵 我帮你们拖延时间 要走一起走 你在这儿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呢 冬雪 赶紧带他走 走 丞相 各位将军 你们是要造反吗 陛下 我们不是造反 是来请您退位的 你跟大臣做这样的事情 跟造反有什么区别 我刚刚得到消息 眼前的这个皇上是个女人 这么多年 女扮男装对我们发号失令 各位 你们觉得他还有资格当这个皇帝吗 竟然真的是个女子 难怪他不惜女色 原来他真的是个女人 是你自己退位的 要我们动手 就算真是女儿身又怎么样 你们一个个的 有谁能把秦国治理得这么好 你做什么东西 你敢在我面前后 把人 给我关起来 是 我们秦国这么多年 本相饶不了他 看我 你们放开 自即日起 秦国暂时由我管理 各位 有什么意义吧 丞相大人 这不符合规矩吧 我都没有意义 管家 大人随我去太医院 去捉拿祸国殃民的陈锋 老爷 你不是答应过娘娘 听不懂人话吗 是 大人 所有人都准备就绪 准备好武器 我们去宫里救陛下 就这么点人 我们过去不是送死吗 放心 这些人装备精良 是我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 他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一一滴摆 小子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丞相大人 我正要去找你的 没想到你送上门来了 就你这几个兵 也配合我斗 各位 让丞相看看你们的本事吧 你竟然出卖我 丞相大人 不是我想出卖你 实在是丞相大人给的太多 你可千万不要怪我 你这个万恩负义的家伙 我跟你拼了 干得不错你 等今天过后 我会给你想要的 你以后跟着我 我保证你前途无量 多谢丞相大人 我愿为丞相大人赴苍导火 在所不辞 陈锋 没想到吗 你也有今天 丞相 你这样做 难道就不怕陛下追求责任吗 陛下 陛下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现在沁国 谁又能耐我 你不是很羞张吗 处处跟我作对 我今天就亲自送你上 丞相大人 错错错错错错了 我错了 丞相大人 你别杀我 只要你不杀我 我干什么都行 现在求饶 迟了 不是不是 我对你还有用 我知道这么多武器 你知道的 这些东西 对你有帮助 哦 丞相大人 陈青之将军 就是装备了他给的武器 仅仅三千人 便打得周国节节败退 这么厉害 嗯 你还有什么东西 拿出来让我看看 只要你能够让我满意 饶了你 也不是没有可能 有有 丞相大人请跟我来 我有东西献给你 嗯 东雪 你来帮我 这个东西太危险 交给别人不放心 你又在搞什么鬼 丞相大人 这个武器威力很大 只需一枚 就可以拿下整座城池 但是也很危险 一不小心 我们就全都命丧红泉了 我还不想死啊 嗯 嗯 走 你要是敢搞鬼 什么后果 自己知道 陈相大人 你们这么多人 我们想的还要逃不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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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快快追 给我追 就算把宋国翻个遍 也要叫他抓到 怎么回事 找个人这么难吧 都两天了 这群废物 什么都没有找到 所有人都已经派出去了 那个陈锋实在太狡猾了 估计是有什么内应在 给我查 问是谁 查到后 格杀勿论 是 走那个人实力太可怕了 不能再留 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天大的麻烦 大人 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 属下看到中午的时候 娘娘正在收拾行李 现在 正坐车前往东山的方向 哎 我 没有想到是这丫头 要属下将他抓过来 一定是去找陈锋了 惊扰他 把人跟上去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你来的时候 没有被他们发现吧 我已经尽可能地 避开他们了 对不起陈锋 我没能劝动我父亲 没事 这些事 我早有预料 你能来找我 我已经很知足了 陛下呢 该怎么办 这些事要给我处理 你不用担心 交给你处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处理掉我吧 父亲 你放过陈锋好不好 女儿求你了 闭嘴 你竟然愿意帮这个混账东西 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 父 陈锋大人 你真是好手段 这才两天时间 就彻底把局势给压下来了 你现在巴结我已经来不及了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救不了你 谁说我要人救 难不成你还有其他手段 专相大人 我想你应该是搞错了 今天应该是谁也救不了你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我分明把你关起来的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不是你放他出来的吗 我扎 什么时候放他出来过 您说 您要亲的事问他 你在搞鬼是不是 我一个御医 会点易容术 不是很正常吧 老爷 您怎么来这儿了 我要亲自审问女皇帝 把她给我带出来 是 就算你把她救出来又怎样 现在四大将军都听令于我 兵权也在我的手上 就算他还是皇帝 又能怎么样 四大将军 现在你还能联系上他们 你这是什么意思 陛下 四大将军已经被属下拿下 请您发落 你 你竟然敢出卖我 丞相大人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从来没想过跟着你 丞相大人 这还得多亏呢你 本来我要解决这四个人 难如登天 没想到你一下子给我凑齐了 正好一网打尽 你 丞相大人 你的那些勾当 朕早就知道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已 今天 还是多亏了你 王后甲一投降 就是去抓人的 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似的 整个局势都在你的掌控之下 实话告诉你 就连今天你来东山 也是朕故意的 你也出卖我 跟她没关系 但是我知道 你一定会跟着她来 你别嚣张 就算你们做到这点又能怎样 只要我在这里将你们都杀了 庆国还是我的 这个恐怕你做不到 你们区区十几个病 我几百精锐将你们除掉 难道不简单吗 陈相大人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林师大驾莫自劳 千军万马 碧白袍的故事 你在发什么疯啊 也对 毕竟你是陈相 怎么可能知道边关的事 陈庆之将军 带着三千人 两天时间 连破周国数十座城市 你觉得他率领一千人 能不能拿下你这几百人 陛下恕罪 恶教就将来迟 情况怎么样 丞相所有兵力 已经被我拿下 只剩下东山这数百人 缉拿叛贼 将丞相拿下 遵命 陈下 请您放过我父亲吧 不 好 朕答应你 将丞相贬为平民 永世不得入朝 谢主龙恩 谢主龙恩 陛下 我这算不算是 帮你解决了 那个外患呢 算算算 等回去这就赏你 私下叫我宣言清雪 好 清雪 那现在 敢不敢亲一下 那么多人看着 你要死吗 陈主任 陈主任你醒醒 快来人呐 陈主任受伤了 脑袋流了好多血 快来人呐 醒醒 陈下 什么陛下 我是周清雪 快 要穿住这台上担架 清雪 你快去准备手术室 嗯 声源清雪 周清雪 不管你是不是皇帝 我都要让你当我媳妇 你肯定的